这故事要从一个梦开始讲起 梦里有许多数码宝贝正在进行大会战 主角通过数码合体 变出为之超强的数码宝贝 然后梦就醒了 没错,今天我们来回顾数码宝贝第六部 数码宝贝合体战争 大家好,我是全书 这部的主角叫攻腾大气 熟悉的护目镜也回来了 大气是一个热心肠且运动神经非常好 他经常因为帮助别人而体力透支累倒 这个时候他的青梅竹马养本明里 就会过来准时接住大气并急救 大气的口头禅室怎么能放下不管 明里为此也是伤透脑筋 对了,大气还有一个自称是宿敌的同伴 这个人叫剑扇次行 因为大气在帮剑刀部出战时打败他 所以扇次行就一直想找大气决斗 接着大气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有什么生物好像要挂掉了 此时有浪车突然出现在楼上 关键时刻那个声音叫大气往右跳 因此他们才躲过一劫 随后大气找到那个声音来源 按他的性格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于是又出来一个声音问他 是否真的要拯救那个生命的旋律 当大气回答士兵说出自己的名字时 一个红色的克罗斯罗德出现在他面前 这相当于前几部的数码暴龙机 然后他们四个就进入了数码世界 大气他们一来就碰到 疯狂狮狮狮兽率领的进攻大军 危急关头士努击兽他们过来解围 而大气刚才救的是高吼兽 他说自己会成为数码兽之王 接着大家一起合力回击 这一部的打斗场面做的还不错 眼看形势不妙疯狂狮狮兽吸收了不下 然后他就变成了武装狂狮兽 形势一下就被逆转了 这时大气竟然冲上去想要帮忙 一个声音提醒他用克罗斯罗德 于是高吼兽和弩激兽进行了数码合体 武装狂狮兽兽被一拳击退 同时高吼兽的合体解除 接着是星星兽和波片兽合体成了一把剑 随着一招星辰猎刃对手被彻底打败 随后疯狂狮狮兽兽他们就被吸走了 他们的丧级策略兽非常生气 对了在数码世界里的人类不止大气他们 战斗结束后我们先讲下设定 高吼兽称大气为指挥官 他们住的村子叫卫孝村 这片区域叫Green Zone绿园地区 数码世界里面有很多个纵 二治帝国巴古拉军正在侵略各个地区 Green Zone原本就是凶多吉少 不过大气来了之后高吼兽就很开心 此时还有余下敌人正在进攻村子 由于对手是空中的无耻翼龙兽 所以大气想到办法合成一个弹弓 那个对手被轻松打败 另一边明丽正在伤心要怎么回去 突然出现了一只萌萌兽过来安慰他 虽然他们这个时候被敌人盯上 但多禄禄兽一爪就把他消灭了 这个萌萌兽和多禄禄兽是一起的 他们只不过是刚好路过而已 之后大家会和明丽想要回去 而高吼兽为了留住大家就举办欢迎会 不过大气表示他们明早就会回去 他很不好意思把朋友卷进来 接着高吼兽想尽办法想要留住大气 一方面是为了成为数码兽之王 另一方面是想保护村子 因为大气可以使用数码合体 大气这下就动了恻隐之心 隔天高吼兽还生气的让大气别回来 结果人家真的走了 此时巴古拉君再次来袭 照这个情况大气他们肯定会遇上 而高吼兽却赌气的说他才不管 之后大气他们又遇到了疯狂狮狮兽兽 好在大气机智的甩了一把沙子逃走 接着敌人就放出大蛇兽追击 当大气他们退无可对的时候 是高吼兽出现救了大家 他和大气一样不能放着别人不管 再次被搅局让疯狂狮狮兽很不爽 这一次他吸收了大蛇兽变成大蛇形态 高吼兽他们一下子就不行了 当明白高吼兽想成为数码之王 主要是为了能保护村子时 大气一无反顾地加入战斗 数码合体在开 他们变成了高吼兽X2 这次兼具了速度和力量 而且他们还懂得先虚晃一枪 最后敌人被一招挚有冲击波打败 疯狂狮狮狮狮狮只能再一次撤退 而这一切正被一位少女观察着 事情结束后大气决定留下来帮忙 高吼兽还为队伍设计了旗帜 另一边八股拉兽召唤了三元氏 步行自来的八股兽好像不受欢迎 八股拉兽告诉手下又有新人类出现 会数码合体的人越多越麻烦 所以还是赶紧处理掉 策略兽则表示他早有策略 此时微孝村发生了异变 一颗巨大竹笋把散次行带到空中 公公兽解释这应该是mokomoko day 传说这个村子下面有竹笋活断层 每隔十年就会有竹笋农起冒出 只不过这一次好像来到有点早 其实这些都是策略兽 安排钻头燕鼠兽发出能量催鼠的 不过目前耽误自己还是先救下三次行 此时一个叫苍找切羽的人出现 他有一个蓝色的close loader 切羽说可以让铠甲巴多兽帮忙 但作为条件大气要成为他的部下 大气自然是拒绝这个提议 而高吼兽他们则撑气的冲了上去 可惜大家都不是铠甲巴多拉兽的对手 随后切羽叫出魔像兽进行数码合体 一招三叉尾攻击就把对手全部击飞 毕竟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护村子救人 然后切羽就准备站远一点观察 之前提到过的妹子也来了 没多久巴古拉大军接踵而至 这一次依然还是疯狂狮子兽 他在吸收部下之后变成了最终形态 并一拳就干倒高好兽close2 另一边大气正在指引村民避难 期间萌萌兽也过来帮忙 这样的话多度鹿兽自然也在 他暂时挡住敌人的攻击 随后扇刺羊在上面发现一个发光处 大气立马将星星兽与波片兽 合成一把剑给扇刺羊 并让他瞄准发光处投掷 就这样钻头燕鼠兽被打败了 大型竹笋逐渐退去 风狂狮子兽也吃了一招合力攻击 眼看计划再次失败 风狂狮子兽竟然准备自爆同归于尽 此时大气看了一下多路鹿兽 就跟他在梦里看到了一样 大气将高好兽努击兽和多路鹿兽 数码合体成了高好兽close3 他在对手爆炸前成功将其摆平 扇刺羊也因此得救了 接着有一个东西突然出现 同时多路鹿兽带着萌萌兽离开 而大气也想到了队伍的名称 就是close hot 简单理解就是要大家齐心协力 随后那个神秘女子出现 他自称天野阴阴并介绍的设定 那个突然出现的东西叫coder crown 获得coder crown就可以支配这个Zone 这时的数码世界被分裂成很多个Zone 每个Zone都有自己的coder crown 所以说现在这个green zone属于大气 那个八股拉君也是想要这个东西 因为获得所有coder crown的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造数码世界 切羽和音音也在收集 话说只要把这个东西抄入close loader 并喊出纵移动就可以去下一个纵了 于是大气他们就继续前进 移动期间数码宝贝是在close loader里 没多久他们来到了海边 一来就看到鸡叉兽在欺负古海龟兽 大气他们自然是仗义解围 这个地方是SN zone岛屿地区 按照古海龟兽的介绍 这里的coder crown被藏在了 只有下日记点才让去的地方 那是供奉起伏的一个节日 供品是名为数码之轮的世界最强美食 而且好这个岛屿有很多数码之轮的树 接着岛屿开始晃动 这表示祭典之日就要来了 然后大家就先去摘数码之轮吃 此时远处的海上有只福分兽舰队 鸡叉兽正向尼普顿兽汇报潜逛 而这个尼普顿兽也是策略兽的手下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威尔康的crown 很巧的是萌萌兽他们也在这里 回到大气这边他们吃得很开心 岛上的小乌龟兽也很崇拜他们 因为他还想变强保护岛屿 没多久巴古拉军就开始登岛 他们首先派出的是启华兽 同时福分兽战舰也发射炮弹攻击 然而大气不但领威不乱 还非常具备战略思路 他趁敌人攻击时从后方偷袭 在一个漂亮的battle后奇袭开始 大气的目的是先抢一艘战舰 然后就可以控制他消灭其他战舰 很快海上舰队就被消灭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章鱼兽的攻击 他一刀就消灭了被抢的战舰 此时大气立马开始数码合体 并让星星兽和波片兽和抵出星辰战斧 奈何水中战斗并不是高好兽科斯图强项 同时大气他每被抓住人质 关键时刻是小乌龟兽过来帮忙 他合体升级成了一个龟壳氧气包 这样大家就可以在水下进行呼吸 而且这个龟壳防御力很高 缩进去的话还能提升水下移动速度 最后章鱼兽被一招制有冲击波打败 难而此时古海龟兽已经被对方抓走了 看来会偷袭的不止大气一个 被抓之后古海龟兽就开始骗酒 不过还是被问出科德库朗大概位置 就是在王者巨精兽的体内 这整个岛屿只是王者巨精兽的一部分 于是尼普顿兽派出黄蜂兽 投出混有炸弹的数码之轮 他们想让王者巨精兽吃下炸弹并造成麻痹 这样就可以趁机进入他的体内寻找 同时大家也尽力阻止 高好兽一次又一次的舍身抵挡 大气因为关心他也跳入水里 随后他们就被王者巨精兽吸而进去 而那群黄蜂兽也紧随其后 接着大气他们开始寻找科德库朗 由于这里岔路比较多 大气就利用剥片兽的特性帮忙寻找 在经历许多路口之后终于有消息 可惜这次却被对手抢先一步 只见黄蜂兽先是盯住了大气他们 然后给了高好兽一招致命毒针 当他身体变蓝时就会挂掉 不过黄蜂兽也没能拿到科德库朗 这应该是被王者巨精兽阻止的 另一边岛上的同伴正在祈祷 王者巨精兽可以保护大家平安 而这份祈愿也确实被他听到了 随后王者巨精兽要大气抓紧柱子 一瞬间他体内充满海水 那些黄蜂兽被水柱喷了出去 同时王者巨精兽还滴下一滴脂肪 这个东西可以化解高好兽体内毒素 接着在清楚了大气他们的来意之后 王者巨精兽将科德库朗交给大气 然而战断还没有结束 敌人此时又派出龙虾兽来抢东西 这一次即使把小乌龟兽合进去 也是基本没有胜算 危急关头王者巨精兽告诉大家 在他下方的陈设中还有一件宝物 那是传说中勇者的记忆 听到这里小乌龟兽立马过去拿 这个东西叫做Degi Memory 由于情况紧急大气赶紧选了一个召唤 出来的是本应灭亡的利维亚兽 只见他甩出一道冲天水龙卷 随后又断了龙虾兽一个钳子 最后由高好兽科斯图将其一斧两半 获胜之后大家十分开心 而尼斧敦兽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接着他派出海龙兽战队吧为对手 并以古海龟兽威胁大气他们 把Code Crown和Degi Memory交出来 此时大气无法再召唤利维亚兽 同伴们都劝他赶紧跑 连古海龟兽也愿意牺牲自己 不过大气并没有这样做 毕竟怎么可以这样丢下不管就跑 结果就在大气准备交出东西时 切羽突然出现 这是因为刚才音音告诉他这里的情况 铠甲巴多拉兽上来就消灭了不少对手 切羽表示他可以帮忙 但报仇就是交出Degi Memory 大气再次拒绝了切羽的条件 他觉得切羽并不珍惜生命 但他还是要感谢一下切羽 毕竟现在对手确实减少许多 接着大气召唤出海天使兽 那些海龙兽一下就被迷惑住了 然后大气请善贝兽门大桥 高好兽Code 2带着大气和扇次郎冲了过去 只见扇次郎一击就下古海龟兽 而大气这边也准备见好救兽 奈何撤离时中而尼普顿兽一招 随后海龙兽用兵剑冻住海面 眼看主角团们即将陷入死局 是多鹿鹿兽突然出现救了大家 他傲娇的说因为迎请他钓鱼了 随后大气就数码合体出高好兽Code 4 就是在3的基础上多加一把剑 另一边尼普顿兽投出了王者之鞋 这是一把有自主意识的枪 在没进雪之前是不会停下的 接着在古海龟兽的提醒下 大气要高好兽Code 4先冲入海底 然后再冲出并架着尼普顿兽等枪来袭 虽然尼普顿兽一开始挡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敌不过这把王者之鞋 临终前尼普顿兽竟然还使出深渊巨浪 此时王者巨精兽让大家抓紧 只见他飞身一跃躲过冲击 随后又冲入海底救下大气他们 就这样所有人平安无事 千语看完结果后也离开了 而小乌龟兽则加入了Code 4 与之相反多鹿鹿兽则拒绝了大气的邀请 之后大家继续前往新的地区 我是全书 那个解释一下 这一部取消了进化阶段主要靠合体 跟前面几步出路会比较大 前期还需要适应一下 大气他们接着来到了龙岩地区 由于这里到处都是火山 所以他们就先找了个露天温泉炮了下 不过没有什么福利 只是中途遇到了八股拉军 大气他们在穿好衣服后开始反击 普通的火焰兽很快就被打败了 不过领队的死神火焰兽比较难搞 期间萌萌兽突然出现救了名利 但他随后也遇到了危险 关键时刻是大气为他挡下这一击 好在多鹿鹿兽这边也及时赶到 死神火焰兽也只好暂时撤退 比较令人在意的是 敌方的蓝色火焰兽好像与多鹿鹿兽认识 事后大家休息治疗 萌萌兽讲出了他四处旅行的目的 原来是为了寻找亲生父母 他因为路上预袭被多鹿鹿兽救下 所以就跟着多鹿鹿兽一起走 一开始多鹿鹿兽并不想 不过在听到袭击吞子的是巴古拉军时 他就再也没有赶走萌萌兽了 接着大气希望邀请多鹿鹿兽他们加入 不过被多鹿鹿兽直接拒绝了 另一边死神火焰兽回去报告情况 这里的领头是古代火山兽 当他听到没有抓住 持有红色close load的人时 就表现得非常的生气 唯有靠雪人兽降火才能冷静 回到大气这边他之所以执意邀请 是因为多鹿鹿兽曾经出现在他梦里 接着他们来到福禄干活的地方 原来这个地方的扣特库还没找到 所以巴古拉军才抓人来找 从对福禄的态度可以看出 这个蓝色火焰兽应该心存善念 但其他人就不是这样了 此时大气决定不能放眼前的事情不管 而多鹿鹿兽则带着萌萌兽离开 不过路上他看到了被抛弃的小熊兽 这个小熊兽告诉他们 萌萌兽的父母可能就在那些俘虏当中 晚上大气他们冲进去救人却撞了陷阱 危急关头又是多鹿鹿兽过来解围 当然他主要是来帮萌萌兽找父母的 那既然来都来了不如合体一下 在口死死里和死神火焰兽对拨僵持的过程中 组成肩膀的多鹿鹿兽出角攻击 就这样他们打败了死神火焰兽 但很快古代火山兽就来了 虽然他看上去比较笨但实力确实强大 接着大气叫努基兽去开了个会 随后他们就表示愿意投降 与此同时大气还交出了口死罗德 不过这个是努基兽做的赝品 哦对了一样被骗的还要高好兽 其实大气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如果继续打架去动肯会他 二是被带走就可以去找萌萌兽父母 多鹿鹿兽这下也对大气另眼相看 可惜萌萌兽的父母并不在这里 据说他们已经被转移到别的地方 另一边策略兽听到多鹿鹿兽被抓之后 他准备亲自前往龙岩地区查看情况 回到大气这边他鼓励大家一起逃出去 虽然挖洞这个办法是临时想到的 但可口子他的成员都愿意跟着一起干 大气的真诚打动了那些 已经失去希望的数毛宝贝们 最后连多鹿鹿兽也一起加入 此时醒来的死神火焰兽发现 大气上交的可口子洛德是假的 于是他们就埋伏在耳洞口等大气 这一次大家导致轻松解决死神火焰兽 不过轮到古代火山兽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在Close 4不抵古代火山兽的情况下 大气立马插卡召唤摇鼓兽拖时间 随后他要Close 4去堵住对手身上的火山口 这就导致岩浆内牛对手难以承受 最后古代火山兽被打败了 此时太阳缓缓升起 随着黎明儿来的竟然是策略兽 他说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那就是多鹿鹿兽曾经是他的得力部下 而且策略兽还说多鹿鹿兽是个骗子 随后他就召唤出了一把蛇铁风神丸 一招一只太刀就把地面劈成两半 并将大气而多鹿鹿兽与其他同伴分开 此时大气冷静了要其他人快点撤退 不然这样下去只为全军覆没 另一边一一拥来告诉切羽 大气那边又被抓了 你再不过去的话后面不好演 之后大气而多鹿鹿兽被关在笼子里 同伴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难而正当策略兽准备处刑时 切羽果然又挨住场 策略兽表示切羽由他挨对付 然后大气他们就被蓝色火焰兽就走了 他说他是还还多鹿鹿兽的人情的 所以之前的事情是这样的 当年多鹿鹿兽确实是策略兽的手下 在一次对抗中蓝色火焰兽小队 不小心就要全军覆没 此时多鹿鹿兽过来让他们全部撤退 因为策略兽已经下令 要把敌人和蓝色火焰兽小队一起干掉 这个就是要发动地图炮的意思 结果敌人听到后就跑了 最后是多鹿鹿兽救下了蓝色火焰兽 然后他们就各奔东西 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三年前 所以多鹿鹿兽没有袭击萌龙兽的村子 他其实很讨厌巴古拉君的作风 此时外面的策略兽和切羽兽换了地方打 而蓝色火焰兽在大气拿到了可口斯罗的 结果一招重金属火焰突然来袭 蓝色火焰兽为多鹿鹿兽挡下这一招 随后高鹿兽枪灭了死神火焰兽 而蓝色火焰兽也同时挂掉了 接着大气他们出来战斗 在大家的配合下火焰兽基本都被打败 然后古代火山兽就把他们都吸收进来 眼看多鹿鹿兽难逃一劫 大气立马插卡召唤了加鲁鹿兽 也正因此多鹿鹿兽才得以解围 此时大气还不忘邀请多鹿鹿兽加入 随后多鹿鹿兽与高鹿兽进行合体 在多鹿鹿加龙炮的攻击下 古代火山兽被打退了 接着大家又合体成Close 3 在一招胜利回旋标过后 对手终于被打败了 而另一边切鱼打到一半就离开了 此时龙烟地区的高鹿区自己出现 大气将这个区域交给被救出的人保护 同时多鹿鹿兽圈加入Close Hustle 就这样他们继续进入下一个区域 这里叫做琥珀区域 大家一来就看到被动住的数码宝贝 同时大气也听到了一个声音 跟当时搞好兽一样也是快不行了 当他们来到湖边时兵骑兽就说 他们的领队骑士兽被打败丢进冰壶里 此时快撑不住的骑士兽准备交代后事 而大气则二话不说就跳了下去 他赶紧把骑士兽收进Close Loder里 接着多亏山次郎叫小乌龟兽跟下去 大气这才没有什么事情 明里未死也是非常生气 之后有个细节是明里现在骑士很想家 没多久骑士兽的伤就好了 他邀请大气去他们的城堡里 并说公主正在找传说中的指挥官 另一边在巴果拉军本部 巴尔兽想打探利利斯兽去哪里 暴风兽随口就讲述在湖泊区域 而此时冰恶魔兽正率领大军进攻城堡 上级莉莉斯兽 他好像很不满意冰恶魔兽的效率 同时巴尔兽也过来毛髓自剑 莉莉斯兽就让他去干掉大气 另一边大气他们见到了公主巴迪斯兽 骑士兽利剑大气可以成为骑士团长 不过公主说团长已经有人选了 而这个人正是切羽 之后大家被乐情款待 话说这个切羽也不是来保护城堡的 他只不过是被公主打乱计划而已 他说等他打败敌人之后 就会接手这里的Code Crown 此时大气觉得切羽好像有什么隐情 这里说下大气之所以经常放不下别人 主要是因为小时候有一天在放学路上 他看到一个不大熟的同学蹲在路边 大气当时觉得不能这样放下不管 但那个同学拒绝了大气的帮助 结果大气走后突然看到一辆救护车 当他赶回去时才发现那个同学被带走了 原来那同学是被球打中头部伤到要害 大气为自己当时的离开而感到自责 那个同学之后休学了半年 也正因此大气才会对很多事情放不下 不过这也正是大气的优点 接着巴古拉君突然来袭 这次的数量比之前更多 高厚兽因为吃撑了就留在城堡里 随后切语将暴龙兽和铠甲巴多拉兽 合体成了机械暴龙兽 不得不说这只战斗力确实很猛 然而大气此时发现不对劲 因为看不到敌方的冰恶魔兽 随后他就赶紧呼叫高厚兽 因为他已经猜到敌人这是安度陈仓 接着冰恶魔兽找到公主要扣的框 好在吃饱撑的高厚兽及时拖时间解围 同时大气他们过来救援 眼看计划失败冰恶魔兽就吸收同伴 变成了强化吸收体 在对战的过程中 鲁击兽不小心被冻住 因此他们暂时无法合成Close 4 与此同时巴尔兽也过来捣乱 好在切语及时过来把他赶走 而大气他们也抓住这个机会反击 首先用多路路胶龙炮攻击对手 随后骑士兽连同兵骑兽使出将军破 就这样冰恶魔兽被再次赶走 同时切语也离开了 因为他觉得是大气看穿了敌人的计划 所以这里还是留给大气吧 反正他也应付不来那个公主 此时大气再次因为体力透支而泪倒 这下就没有指挥官可以指挥防御了 接着公主照顾大气明里有点吃醋 善四郎戴上大气的护目镜 她是现在的临时指挥官 而莉莉丝兽目前正在解冻新武器 白天大家成功防御了敌人 晚上就要开始职业班了 此时的明里非常想念家人 突然间他听到了妈妈的呼唤 只不过这是莉莉丝兽的一个技能 明里跟着声音来到一个镜子面前 就在他即将中招的时候 巡涅的高尔兽突然出现 明里说出情况后 高尔兽看到那面镜子 然后不小心就给打碎了 于是明里生气的跑走了 不过由于他身上还要镜子的碎片 所以莉莉丝兽还是成功控制了明里 他用妈妈的口吻告诉明里 只要拿到扣特康昂就能回去 然后明里就去找了 这一招叫做兵禁幻术 令人意外的是 巴尔兽在监视莉莉丝兽 看来他是敌室友还未可知 随后明里从公主的项链中 知晓了扣特康昂的位置 得手后他就带着东西去找莉莉丝兽 当高尔兽他们发现实力已经忘了 但大家还是要全力救回明里 只不过这一次敌人多了只大企鹅兽 这个大企鹅兽的实力确实了得 另一边大企梦到明里遇到危险而醒来 与此同时大企鹅兽兵了全部对手 大企这才发现原来明里真的遇到危险 他不顾一切的追悠过去 上次郎借了一把冰奇兽的枪也跟过去 路上他把护目镜还给了大企 此时明里下一时紧紧握住Code Crown 因为拿不下来莉莉丝兽就准备 连同明里的手臂一起切掉 危急罐头上次郎一枪阻止了莉莉丝兽 不过明里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中了幻术的明里下一时觉得 这个数码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他 大企表示才没有这一回事 此时其他解冻的同伴也过来说 他们都很需要明里 接着明里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同时他也解除了身上的幻术 只见明里回身划伤了莉莉丝兽 这下莉莉丝兽彻底爆发了 努基兽趁机先救走明里 而莉莉丝兽把兵恶魔兽和大企而兽给合体了 伴随着一招绝对零度地狱的碎兵机 对手突出了大量暴兵要淹没大气他们 好在骑士兽及时带队挡住 趁着这个空隙大气也开启了数码合体 这一次在Close 4的基础上加了骑士兽他们 简称Close 4 Night 与之前相比多的盾牌和披风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骑士 伴随着一招恒星粉碎者 对手被彻底打败 第一次兽也撤退了 之后大气获得这里的Colder Crown 公主和骑士兽们也决定加入Close Heart 另一边在观察完情况之后 茵茵准备拉拢切与联手 她用手上的黑色Close Loader 叫出了麻雀兽以展示实力 与此同时大气他们积聚前往下个区域 在数码空间内我们隐约知道两个情况 一是数码世界的崩化与人类有关 二是数码宝贝无法在数码空间内 维持太久的具象形态 之后大气他们来到了沙漠地区 据说这里曾因为盛产宝石而繁华异时 后面不知什么原因而毁灭 有传闻说传说中的宝物至今还在沉睡 说到宝物大家就很兴奋 但他们走了很久什么也没有看到 路上还不小心中了敌人的流沙陷阱 好在大气领位不乱 他让多路路兽直接钻下去开路 不过此时下面有暴风兽 他是巴古拉君三元氏之一 喜欢吃宝石来维持自己皮肤的闪亮 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找传说的宝石 随后大气他们就掉在了暴风兽头上 跟着那个毒蟹兽也掉在他头上 于是暴风兽要手下把自己先清理干净 至于大气他们就交给毒蟹兽了 中途擅自然还收了一块矿石 但很快他们就被包围了 好在有只左伦兽及时过来救援 接着他们又发现前方的轨道断了 此时大气说没事直接冲过去 因为他闻到下面有水的味道 就这样他们暂时躲避了追击 之后左伦兽要大气他们帮他找宝物 并把他们带到了一扇门前 在明里一个飞吻之后 啊那个门就开了 随后大家继续前进 独装左伦兽故意找借口让其他人先走 结果大气他们就遇到了巨斗兽陷阱 这应该是左伦兽有意而为之 同一时间敌人也追到了这里 此时大气让高尔兽在墙上钻了一个洞 这一关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 之后大家来到一座桥上 大气这时发现他的deji memory恢复了 左伦兽解释进入下一个区域时就会恢复 没多久暴风兽就追了上来 诶他因为过于在意宝物而撞到墙上 然后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随后大气插卡召唤了神圣天使兽 剩下的小兵被天堂之门给弄走了 此时左伦兽突然拿枪对着大家 他要求大气他们和这里的法老兽战斗 因为只有打赢才能获得宝物 由于暴风兽刚才撞到了隐藏按钮 所以这个房间很快就变了 随后法老兽问大气 他会为这个世界带来黑暗还是光明 大气的回答肯定是光明 然后法老兽要他证明一下 一开始大家以为是要打败法老兽 结果不但物理攻击没有用 人家法老兽还有魔法筒可以反弹 好在大气此时强到关键所在 他叫Coseful停止战斗 因为这只是个测试 不和没有恶意的人战斗是大气的答案 他还看出左伦兽和法老兽是一起的 通过测试后左伦兽拿出了奖励 是这里的Code Crown核心的Degi Memory 话说此时暴风兽正在外面战斗 他出来时遇到了音音和切语 电子龙兽和麻雀兽随即展开攻势 接着大气他们上来后准备帮忙 不过却遇到了巴尔兽的攻击 大气的Coseful的还被打掉了 过程中一处山壁被打碎 里面露出来的是数码宝贝的女神像 此时巴尔兽停止了攻击 并把大气的Coseful的踢给他 巴尔兽说自己有了公平战斗的理由 之后他便与Coseful展开激烈对决 另一边暴风兽放了一招地图炮 这就打断了巴尔兽他们的对决 大气也因此掉到了地下 那个暴风兽在放烧后就失去了光辉 于是他固执的要先回去泡个水晶枣 同时音音和切语也撤退了 因为Code Crown已经被大气拿走 回到大气这边 一起掉下来的还有女神像 当他走过去后女神像开始发光 同时大气身上也发出了战士之光 巴尔兽这时过来说 大气是被女神承认的战士 随后他就带着大气先离开 途中大气还插卡叉换饥兽打动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巴尔兽的故事 这个地区以前是由女神的战士团守护 巴尔兽当时在这里跟着天使兽修行 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女神的认可 无论他怎么增强实力都无济于事 之后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天女神的战士团突然攻击了巴尔兽 他们的头上都有一个标记 巴尔兽当时本能的发动反击 等回过神来时战士团已经被他全灭了 这应该是随不下的陷阱 巴尔兽现在之所以在巴谷拉军 也是为了找出当年的真凶 而刚才他看到女神认可了大气之后 巴尔兽第一次感觉到女神在对他说 不要进攻这个孩子 接着他把大气带回到了地面 结果他们一生还就遭到同伴的攻击 大家头上的印记跟当年一样 大气阻止了巴尔兽的还击 因为他无法对同伴出手 此时利益斯兽的笑声响起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手下一巴兽干的 包括当年的骑士团也是这样 在明白真相之后 巴尔兽朝一巴兽开枪 因此控制机能被解除了 接下来巴尔兽准备报仇 谁知利益斯兽竟然先下手为强 接着大气立马进行数码合体 并要大家解救巴尔兽 Close 4首先用火神炮干掉一巴兽 随后又阻止了利益斯兽 然而中了毒爪的巴尔兽还是倒了下去 危急关头法老兽让大气用Code Crown 于是大地的力量被释放 众多金字塔组成了复活的金字塔 这里以前是用来治疗女神的战士 后来因为巴古拉君的侵入就消失了 现在能解救巴尔兽的办法就是 大气用Close load下载女神的力量 然后将其激素在巴尔兽身上 接着大气恶化不说开始下载 同时法老兽也消失了 对了下载期间Close load无法使用 而利利斯兽此时叫出了无限龙兽 他们弄破了防护罩开始进攻 接着大气拜托大家先去抵挡一下 高老兽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去了 不过敌众我寡肯定不是对手 随后高老兽就想去把大气叫过来 此时巴尔兽足见苏醒并看清了局势 他要大气不要再救他了 在看到大气没有放弃被控制的同伴后 他就明白为何自己没能成为战士 然而大气并没有因此而停下 他说巴尔兽刚才救了自己 他是不会抛下同伴不管的 而被这些话打动的高老兽又回去战斗 此时防护罩被无限龙兽给吃了 他的实力比刚才更强了 高老兽被他一爪拍了下去 其他人也根本不是对手 接着利利斯兽让无限龙兽吞噬同伴 另一边巴尔兽起身阻止了大气 他说自己已经没事了快去战斗 这一刻巴尔兽抢通了 一味追求力量并不能成为战士 力量是为同伴而存在的 那份羁绊才是战士的光芒 接着大气开启了数码合体 伴随着COS4NITO的恒星粉碎者 敌人并没有被干掉 因为对手已经变成了超级无限龙兽 COS4NITO很快就被抓住了 在一声巨响过后我们看到 是巴尔兽带着女神面具为他挡下一招 这时的巴尔兽还在问 他能成为女神的战士了吗 意识中天使兽回答他 你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了 然后巴尔兽就失去意识 接着超级无限龙兽准备再次放招 只见他用一招死亡加龙炮 堵住了无限龙兽的嘴 紧接着COS4NITO跟上就是一件 终于无限龙兽被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多天地狱兽不知去向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生气的利益斯兽说 他要把大家冲到最糟糕的地区 就这样大家来到了天堂地区 对了多天地狱兽也跟得过来 他好像可以自由穿越数码空间 他说自己先去周围观察一下 接着大气不小心掉了下去 多亏古神兽及时把他救起来 原来这个天堂地区是飘在天上的 这里并没有受到巴古拉君的侵劳 而且这里到处充满着艺术的气息 接着太古兽由于太吵而遭到警告 他们因此跟妖精兽巡警起了冲突 这时光明兽过来原场 同时石像鬼兽警部也过来了 由于妖精兽指责光明兽又包庇犯人 所以石像鬼兽就让光明兽代替惩罚 然后他们就走了 其实这个地区的警卫力量很强大 也正因此才没有巴古拉君来袭 从光明兽与大家的交谈中我们还得知 这里的Code框目前是被封印着 还有这个地方正在举行总统选举 目前的总统是斩击天使兽 而与他竞争的正是光明兽 在候选人身上会有一个绿色的心 只要获得大家支持变成红色就能当选 光明兽说他立志要改变这里的秩序 确实现在有点过于严格了 接着光明兽带大气他们去参观艺术品 途中大气又看到了古神兽 光明兽说他好像是警察的奸细 之后他们到了野外美术馆 欣赏过程中太古兽去寻找丢失的棒头 随后便传来了天使像碎掉的声音 太古兽表示这不是他干的 此时石像鬼兽闻生赶来 通过现场捡到的棒头他确信 太古兽就是犯人 于是他将太古兽以及为他辩解的大气和高耳兽抓走 不过石像鬼兽并没有问出什么东西 大气他们没有做过也不会承认 接着努击兽他们过来救援 这相当于是逃遇了 虽然大气是想去找到真相 但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斩击天使兽打败 在了解了情况之后 斩击天使兽决定公开主行大气他们 隔天刑场上光明兽站出来为他们辩解 同时一只丘比兽跳出来说犯人是自己 他是在玩捉迷藏时不小心推倒天使像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随后处决对象换成了丘比兽 这次轮到大气为他辩解 物品哪有性命重要 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活得愉快一点 紧接着光明兽也发表了宣讲 而且还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此时斩击天使兽有点棘艳了 看而COS4在场上直接挡了起来 凭借速度的优势COS4暂时不是对手 好在多天地狱兽及时过来就场 他和COS4合体成了COS4B 动作变快之后斩击天使兽就不是对手 最后大气叫停了COS4B 而斩击天使兽也放了丘比兽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光明兽 他胸前的绿心也变红了 接下来斩击天使兽放弃了总统位置 所有人都期盼光明兽做新总统 交接仪式上古神兽突然出现 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选举管理委员 只有他才能将那个指导者执着 取下来交给下一任总统 这个选举管理委员是上一届交接时 由COS4随机指定的 其目的是为了确认总统不能是坏人 因为这个地区封印着可怕的黑暗力量 如果被坏人拿到COS4B 那么可怕的黑暗力量就会溢出来 此时光明兽开始念出解封咒语 瞬间整个岛裂成两半 并且中间还升起了一座黑暗神殿 原来光明兽一直在假装好人 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拿到COS4B 得手之后他变回了堕落模式 并说自己是利益丝兽的手下 此时可好兽很生气光明兽欺骗大众 然而就在他准备冲上去时 后面有道光束击倒了高好兽 来者竟然是音音和暗黑骑士兽 原来光明兽那个解封咒语是他们交的 接着音音拿出了一个黑色COS4B 他让大气不要随便插手 其实大气他们现在也插不了手 因为他们的数码合体是以高好兽为主 而高好兽现在被暗黑骑士兽放倒了 但暗黑骑士兽并没有下杀手 他还说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大气的地方 随后音音他们去神殿吸收黑暗能量 而COS4B就随光明兽处理 音音他们在吸收过程中黑暗能量外流 这就导致天堂地区的居民逐渐黑化 其实这里的黑暗力量一直被COS4B和居民 靠着清澈的心把它封印在神殿里 接着光明兽准备带着COS4B离开 大家根本就无力阻止 随后光明兽向大气他们投出了死祸声 危急关头是高好兽站起来挡下那招 这下终于又可以数码合体了 然而单凭COS4B还是有点吃力 关键时刻是古神兽帮了一把 借此机会COS4B打败了对手 而Code Crown也被大气他们拿到了 接下来古神兽请大家去阻止音音 随之不死心的光明兽突然抓住了音音 便开始吸收黑暗能量 结果他就变成了撒旦模式 而音音在他手上的那颗黑暗能量球力 撒旦模式的破坏力十分惊人 此时麻雀兽着急地想救音音 而大气这边也是一样的 他无法看着有人在里面受苦 难得多天地狱兽和COS4都不是对手 没多久麻雀兽也败下阵来 接着撒旦模式把居民身上的黑暗能量吸走 他也因此变得更加巨大 此时多天地狱兽自愿留下观察情况 大气他们则暂时从神殿撤离 而那个暗黑骑士兽选择继续观察 同时我们还知道了音音内新生处应该有不小的黑暗面 大气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带走麻雀兽 不过麻雀兽并不大相信大气会救音音 后来间地板发生震动 原来是撒旦模式正在吸收这里的数据 目前情况相当紧急 大气这边让鲁基兽做了一个传信器 并把它留给了麻雀兽 但麻雀兽并不领情 他随后跑去质问暗黑骑士兽为什么不去救人 而暗黑骑士兽却只关心 阴阴的负面情感提高了黑暗球的蠢度 回到大气这边他们第一次计划失败 同一时间麻雀兽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然而他的进攻还是不起作用 此时麻雀兽已经伤痕累累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 另一边大气插卡召唤了巴达兽 并通过涂射器团组成了空气阶梯 这样的话口死负就可以冲上去了 与此同时麻雀兽终于钻进了黑暗球力 结果撒旦模式一爪把他抓了出来 这一次麻雀兽觉得自己要挂了 好在大气他们及时过来解围 随后麻雀兽接住了阴阴 他现在终于相信大气了 之后大气他们被撒旦模式击飞 麻雀兽看到后立马过去救援 那一刻大气感受到了超越口死负的力量 没错数码合体开始 Cose4和麻雀兽合体成了Cose5 这下他们有了空中飞行装备 不只在速度上有了提升 就连威力也增强许多 最后Cose5用一招流星冲击结束了战斗 光明兽撒旦模式就这样被打败了 那个黑暗神殿也毁了 事后麻雀兽特意来取那个传信器 而古神兽决定将Coder框交给大气 比较令人在意的是 阴阴之后回收了黑暗球的碎片 但他之所以这样做 好像是为了达成暗黑骑士兽的目的 不过由于出口是在空中 这就导致在掉落的过程中大家分散了 随后大气让多露露兽和左伦兽去找人 而明里他们则碰到了守护这片森林的刺丁兽 对战过程中丁伤兽及时过来叫停 原来是他误以为明里和善次郎是情侣 作为这个森林的爱的守护者 他们不可以伤害那些相爱的人 毕竟他和刺丁兽是这个地区的第一对情侣 此时巴古拉军正在进攻这个区域 所以刺丁兽将大家带到了 由守护神结界保护的圣洁神殿里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保护神殿深处的圣兽 接着多露露兽和左伦兽过来找他们 在初步了解了情况之后 他们又准备去把大气带过来 与此同时大气他们被巴古拉军包围了 这里还出现了蓝色的超比多兽 由于不满手下金刚兽的效率比较低 所以策略兽就亲自过来查看 没多久多露露兽他们也来了 在感受到Close Bobby的强大实力之后 策略兽笑着说看来要请巴古拉兽大人 帮忙解开这个剑的封印了 随后他就离开了 另一边 音音和切羽竟然进攻了刺丁兽和丁相兽 音音的目的是要逼问出那只圣兽的下落 为此他还要切羽进行逼问 难而切羽对落者并没有兴趣 这时那个暗黑骑士兽竟然自己从Costro的里面跑出来 可以看出音音似乎很想阻止他 暗黑骑士兽进攻了不听话的切羽 关键时刻还要大气过来就场 此时圣兽将刺丁兽收进神殿治疗 而暗黑骑士兽带着音音也跟了过去 他们的目的是要拉神圣数码兽加入 不过路上遇到一些阻碍 对而那个圣兽是爱的守护神战剑龙兽 要见他的一个办法就是 证明自己的内心充满爱 由于现在的神殿之门被关了 所以丁相兽就想交名礼和善次行 跳一个叫Love Love Dance的舞蹈 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体现他们充满爱 然后就可以打开那个大门了 练习期间大气来找切羽 切羽此时还在生气自己被利用 不过大气用了一个激将法 让切羽到时也跟着他们一起 没多久大家开始跳舞 过程比较尴尬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期间巴古拉兽正在解除策略授剑的封印 这主要是因为他那把剑太强了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 莉莉丝兽这个阶段养了一个宠物叫步行兽 这个步行兽一直在内部煽风点火 回到明里这边舞终于跳完了 战剑龙兽因为感受到很多对于同伴的爱 所以他再次打开了神殿大门 同一时间巴古拉军再次来袭 因此大气把队伍分成两队 而麻雀兽和切羽也一起跟了过去 首先到达地点的是暗黑骑士兽 他一来就要战剑龙兽加入他们 话讲一半大气他们就过来了 大气也确认音音是被胁迫的 接着Cose4与暗黑骑士兽展开对决 随后切羽的暴龙兽从天而降加入战局 并且他还数码合体成了机械暴龙兽 终于我们看到了大气和切羽并肩作战 一时间就连暗黑骑士兽也有点招架不住 随后他就要求音音配合作战 只见对战过程中那个暗黑骑士兽突然解体 大气他们被挡了一个措手不及 眼前出现的是骷龙骑士兽和致命大斧兽 所以那个黑暗骑士兽是合体后的样子 而且他们还可以合成巨斧模式 Cose4和机械暴龙兽这下都不是对手 接着我们知道了一个真相 原来音音之所以要帮助暗黑骑士兽 主要是因为弟弟U在对方手上 他只想跟U平安的回到人类世界 听到这里切羽也算释怀了 他告诉音音只有强大采荣治愈悲伤 诶 这跟劝他多喝热水有什么差别 接着绝不屈服的切羽再次展开公式 此时画面切换到切羽小时候 他一个人捧着一张照片独自哭泣 或许这才是他想要变强的原因 此时战剑龙兽开始动了 他将Coder Crown交给了切羽并要成为他的伙伴 原因是他感受到了切羽强烈的爱 这我倒是真的没有想到 最后在大家的合力攻击下 暗黑骑士兽可是一点事情也没有 而且他好像也乐意看到战剑龙兽选了切羽 随后他就和阴阴回到灰尘地区 切羽则跟了上去要拯救阴阴 大器他们在清理完小兵之后也跟了上去 然而大器在数码空间时 被暗黑骑士兽抓到了灰尘地区的一座塔上 同时他的Coder掉在了三次行那边 暗黑骑士兽以解救阴阴为理由 让大器触碰了眼前的那颗黑暗球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因为大器身上是一点黑暗能量也没有 随后大器就被丢出塔外 此时三次行他们已经来到灰尘地区 明里看到大器掉下来就立马把都陆路兽扔过去街 这是真的不怕擦中大器 接着大器他们被这里的居民围攻 并且Coder还被抢走了 之后大器就为之木偶兽并询问了这里的情况 这个地区的老大是大器车兽 他控制了这里的数码由就是粮食 并让大家收集机械来换 所以这个地区才会如此民不聊生 听到这里大器立马觉得 哇靠不能放下不管 于是在木偶兽的指引下 大器他们先去找回了自己的Coder 他还跟居民承认会打败大器车兽 谁知木偶兽竟然抢先一步拿走Coder 其目的是想通过圣交这个东西 要大器车兽让自己离开这个地区 另一边切羽也来到了那个塔上 暗黑骑士兽用同样的办法骗了切羽 结果具备黑暗能量的切羽就中招了 此时大器车兽在拿到Coder之后 他竟然自己也想要离开这个地区 不关心的木偶兽紧跟着不放 大器他们也纹身过来救援 木偶兽被大器的言行所感动 其实他也是被逼成这样的 之后所有人齐心协力打败了大器车兽 但是他们并没有高兴多久 因为暗黑骑士兽的队友Twilighto来了 这次还多加了一个切羽 不过很明显切羽是被控制的 目前情况应该打不过 所以大器他们在居民的帮助下暂时撤离 晚上麻雀兽过来求大器救人 原来依依是被关在那座塔上 而暗黑骑士兽的真实目的 是收集黑暗能量让Darknets Loader复活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黑暗球 与此同时利益丝兽带着步行兽来到这个地区 而暗黑骑士兽突然出现与他结盟 他们约定合作只到打败CoseHutter为止 并且大器的CoseKone都归利益丝兽所有 实际上两个人都各怀鬼胎 早上大器他们正准备去救人 结果却碰到了切羽过来阻拦 这里说明下切羽是整个队友都被操纵了 不然这种情况真的不好解释 接着大器通过嘴盾加上友情破岩拳 成功唤醒了切羽 清醒的切羽将矛头指向了暗黑骑士兽 与此同时利利斯兽带队过来支援 说实话看到这里终于有了大混战的感觉 接着麻雀兽带着大器去救音音 和切羽那种多喝乐水的发言不同 大器说音音的悲伤就是他的悲伤 他希望可以和音音一起分担这份悲伤 于是音音就这样被带走了 随后大器还数码合成了Cose5 注意这个Cose5的颜色是黑色的 没多久木耳兽他们也加入战局 他还给了大器一张Degi Memory 最后在两队的合体进攻之下 敌方小兵基本全军覆没 此时暗内骑士兽突然拿出Darknets Loader 并进行而强制合体 原来他所追求的是这种强大的力量 只见暗内骑士兽突然放招 利利斯兽见壮立马逃跑 而大器而切羽他们合力挡住了这一击 结束后暗内骑士兽不见了 这个地区的CodeCone归大器所有 他把这里交给木耳兽他们建设 切羽在承认大器是个对手后就离开了 接着音音由于过度疲劳而泪倒 他的显示评兽提议 可以回他们的故乡忍者地区休息 结果中途再次遇到了意外 他们碰到了利利斯兽的手下阿卡迪兽 他在数码空间驻巢并捕食来往着 这一次大器又和大家连同CodeCode的分开了 但是由于大器之前让利利斯兽吃了不少苦头 所以他要让大器独自游荡在数码空间 好在大器这时碰到了一本书 书里面住着贤者兽 他一直在这里研究数码世界之谜 在那本书的保护之下 贤者兽了解了数码世界的许多事情 接着大器强让贤者兽帮忙就同伴 此刻其他人正躲在阿卡迪兽的巢穴里 骑士兽带着兵骑兽苦苦支撑到现在 同时他们也没有办法出去战斗 因为那样的话会撑不过5分钟 另一边巴古拉兽亲自降临本部 他是来查看CodeCodeCode收集情况的 结果利利斯兽夸下海口说 CloseHotel已经被他消灭了 话说巴古拉兽要收集那108个CodeCodeCode 是为了创造出邪恶的数码世界 如果成功的话 人类世界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对了这一步还有一个设定 那就是数码世界是早于人类世界出现的 人类也是最近才开始了解数码空间 之后大器试图说服贤者兽加入自己 虽然贤者兽认为最后获胜的会是巴古拉君 但大器的决心让他产生动摇 此刻擅次行他们已经快撑不住了 即使把敌兽拿出新的Degi Memory 在场的人也无法使用 紧要关头大器终于来了 只见他在顶住了阿卡迪兽的掌风之后 便来了一招铁球踢击中对手 不过效果毕竟有限 大器随后就被阿卡迪兽拍中 危急关头是贤者兽出来救场 他不惜自己的书被毁掉也要跟随大器 之后大器拿到Cosrode大家开始反击 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的Cosrode是红色的 这代表麻雀兽已经新属Cosato 最后在大器插卡招腕暗黑龙兽 以及Cosrode的流星冲击下 他们成功打败了阿卡迪兽并进入下一个区域 这里便是贤士平兽的故乡忍者地区 这边的故事就比较好笑了 首先这里盛产优秀的忍者雇佣兵 但优秀离开之后就剩下一些不太好的 这就导致他们的城邦在几天前被巴古拉军抢走 并且要求他们拿出Cosrode交换公主 而为首的伍者兽此时正沉迷于时代剧 他让忍者兽去催一下进度 好在长老拿出一个新的时代剧拖延时间 其实他们一直隐瞒着Cosrode的情报 不过却被监视的星星兽发现问题 接着大家一起前往目的地 路上明里和音音的关系逐渐变好 在攀爬一处悬崖的时候 由于星星兽见机就下了扇次郎 所以他们也跟着队友一起前进 没多久大家来到了乌鸦天狗兽的神社 这个地区的Cosrode框在他手上 获得条件就是要逗他笑 在经历过大家的各种尝试之后 是阴阴的双关于冷笑话成功了 不过星星兽他们抢先一步拿走Cosrode框 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们的外套可一脱 这不就等于脱完之后多穿了一件衣服 接着大气数码合体的努巴迪斯兽 双方在进行了一轮battle之后 星星兽最终败下阵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去拯救公主了 由于前路的前世瓶兽侦查到 舞者兽他们晚上准备搞夜袭 于是大气决定缤分两路 由善次郎和多路路兽 带着三个红色前世瓶兽去救公主 其他人则留下来吸引注意 晚上计划如约进行 为了拖时间大气他们没有使用数码合体 同时善次郎他们开始前路成立 不过一开始他和前世瓶兽一样拉垮 在得知公主旁边还要舞者兽看管之后 善次郎原本是准备放弃的 不过当看到大气他们正在经历拖时间时 善次郎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前进 毕竟他好歹也是个剑道高手 接着多路路兽把善次郎他们吹到天守阁 自己则留下来抵挡追兵 终于善次郎见到了舞者兽 绿色专业显示瓶兽趁机就走的公主 而红色显示瓶兽在汇报完情况之后 就把大屏幕给打开了 大家都看到了善次郎他们的努力 危急关头竟然是一音过来救援 看来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好转了 而且一音的扣兽兽还变成了紫色 随后他就把三个显示瓶兽 数码合体成了高清显示瓶兽 很快他们就逃出来与大气会合 同时大气也数码合体成了扣兽兽 最后在高清显示瓶兽的帮助下 扣兽兽用一招流星冲击打败对手 事情结束后红色显示瓶兽加入扣兽兽 同时一音也加入了 他还把这里的扣兽框交给大气 不过一音不会一直待在队里 因为他还要去找自己的弟弟 接着公主过来道谢原来他是婆婆兽 山四郎你的表情很失利啊 就这样这个地区的事情结束了 大气他们接着来到光碟地区 一来到这里海马兽就提醒他们赶紧趴下 因为有大量水晶来袭 原来是暴风兽和切羽在这里干上了 切羽刚才打败了这里的支配者银镜兽并获得扣兽框 随后暴风兽就过来准备抢 他是被那只步行兽给挑拨过来的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局面 接着在暴风兽的最终撕巴共权 以及战剑暴龙兽的电子猎刃机的影响下 这个老化的光碟地区逐渐分崩离析 继续打下去的话 整个地区的偶肯会没掉 于是大气他们就想要去阻止战斗 难而切羽并不在乎这些 他甚至还叫去呢一下大气 切羽这时表现跟之前差很多 唯一解释就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些负面的东西 此刻正在沸腾着 接着暴风兽准备再次发难 原本应该防御的Cose for Naito突然解体 而随着水晶之漆与N等离子战舰机发射器 两个招式碰撞之后 这个地区又进一步崩坏了 暴风兽因此掉到了下一层 而暴龙兽 铠甲巴多拉兽 以及高好兽则掉到了更深处 铠甲巴多拉兽因为过程中撞坏了翅膀 所以他们暂时无法回去 交谈过程中可以看出暴龙兽他们看不上高好兽 因为他连维持合体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刚才的那个解体原因在高好兽 这对想称王的高好兽来说无疑是种打击 另一边大气希望切羽可以拯救这个地区 毕竟他现在是这里的支配者 难而切羽表明自己对落者没有兴趣 他想建立一个只有强者生存的世界 他还说如果暴龙兽他们爬不上来就不管了 很难相信这是切羽会说出来的话 此时暴风兽已经懒得动了 因为援军阀门社会过来帮忙 回到地下暴龙兽他们找到一个直升梯 不过他们两个又一次掉了下去 关键时刻是高好兽抓住他们并拉了上来 随后他们三个坐上直升梯回到地面 接着大气要切羽不要动手 这主要是怕他把这里毁了 难得Costful Knight在进攻的过程中又出现解体前兆 V级关头是暴龙兽帮他挡下一脚 并且暴龙兽还鼓励了Costful Knight 于是他们一起合力把阀门兽丢了出去 然后Costful Knight用一招胜利回旋标结束战斗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地区还是崩坏了 切羽一点也不关心的离开了 而高好兽则开始自责自己能力不够 接着大气把这里的居民带回忍者地区 长老十分乐意接受大家 不过当天晚上他们又遭到了暴风兽的攻击 这主要是因为他具有让碎片成为分身的能力 在之前的战斗中那些水晶碎片 就附着在了大家身上 切羽那边发现得早说也处理掉了 大气他们这边晚了一步 于是Costful开始战斗 虽然说对手是分身 但Costful的状态似乎并不好 接着赶来帮忙的多天地狱兽也看出这一点 他和左伦兽合体后多了一把枪 随着一招螺旋式死亡加龙炮那个分身挂了 不过他已经知道大家在哪里了 战斗结束后大气已经察觉高好兽有情况 他原本是想请萌萌兽帮忙治疗下 结果却看到了高好兽正在进行特训 多天地狱兽之后也过来帮忙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高好兽作为数码合体的中心 随着合体次数而数量越来越多 他的负担也就越来越大 因此才导致之前不能维持合体 高好兽还不让他们告诉大气 主要是害怕大气知道后不敢再使用数码合体 听到这里大气他们默默离开 早上高好兽已经能躲过十连击的前九下 结果他们突然遭到了强者兽的袭击 V级关头高好兽成功挡住了对手的十连击 随后他们发现这个强者兽并没有恶意 他是来通知大家暴风兽很快就来了 于是高好兽他们赶紧跑回去救援 这次他直接数码合体成了COS4B 在同伴的支持以及自己的努力之下 COS4B成功发起反击 同时麻雀兽他们也过来支援 接着高好兽在不解除合体的情况下合成了COS5B 最后暴风兽终于被打败了 他的cordkron也全归大气所有 对了这个期间高好兽还收获了一个小米妹露娜兽 至于暴风兽现在就只剩个头了 还有一点令人在意的是 那个步行兽竟然就是强者兽 而且他还听命于暗黑骑士兽挑拨三元士 回到大气这边 他此时再次听到了求救的声音 跟当初高好兽和骑士兽一样 这次他们救下来求救的斯巴达兽 他是来自甜品地区的一位战士 由于甜品地区被巴古拉军占领 所以他特别来找COS HOTO帮忙 整个地区的街道都是有甜品做的 明里看到后还自称是甜点大师 原本这里聚集了许多甜点师 但由于巴古拉军的关系 他们都被抓到城堡里为豆牛市兽服务 而其他居民则被关在了另一个地方 这个豆牛市兽十分谨慎且不轻易出现 大概只有甜点师才能够见到 接着大气他们不小心被包围了 好在大气灵机一动说 明里是数码世界排名第一的甜点大师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给豆牛市兽做甜点的 就这样他们被恭敬的街路糖果城报 同时音音开始调查被关的人在哪里 不过要见豆牛市兽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还要跟这里排名第一的甜点师 邪恶熊仔兽比赛 而明里之前说自己是甜点大师 主要是只吃过很多甜点 真要做的话好像不大行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音乐放的队满汉全席都可以做出来 接下来比赛开始 厨以角斗场升起 厨具是一英俱全 食材也是琳琅满目 限制时间一个小时几时开始 明里这边要做的是香蕉蛋糕 精选上等黄油 砂糖 鸡蛋 低筋 面粉等食材 最重要的当然是香蕉了 不过因为高好兽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香蕉 所以就被邪恶熊仔兽给骗了 他告诉高好兽香蕉主要用皮 果肉的话随便吃掉就好了 于是就剩下一堆香蕉皮 而且其他水果也被邪恶熊仔兽拿走了 之后大气提出可以用红薯代替 明里这时也说做甜点最重要的是 要满回着吃甜点的人 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心情去做 随后大家齐心协力开始赶制 在时间结束前他们终于做完了 接下来就是品尝环节 邪恶熊仔兽的甜点固然好吃 但明里他们那充满心意且难看的蛋糕更胜一球 终于那个斗牛士兽现身了 与此同时音音说他已经救出了甜点师们 这下大气他们也不装了 COS4直接对上了巨型邪恶熊仔兽 由于对方两手都有武器 所以COS4暂时处于下风 接着斯巴达兽也加入合体变成COS4S 他们用一招胜利勇者打败了对手 在甜点师被救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萌萌兽的父母原来被关在这里 因为不听话所以他们被打入地狱之地 其他居民估计也在那里 此时斗牛士兽突然来袭 大家因此都掉到了地下 他们来到了一个有粉碎机的地方 萌萌兽此时感受到父母就在这里 随后他们就遇到了许多难尼兽 大气不想通过战斗来解决问题 于是在一个巨大烟雾弹过后 大家被分散到了不同地方 音音他们此时发现了 原来居民都被掉在一个地方抽取数码能量 而且抽完之后还会变成难尼兽 大气这边立马就联想到顶部的东西有问题 其实那里藏着一只具有极强破坏力的粉碎龙兽 甚至有传言数码世界的分裂跟他有关 而斗牛士兽收集能量就是为了激活他 回到音音这边擅长带着他突出重围 他们此刻就在粉碎机的正下方 多亏麻雀兽带着他们才回到上面 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数码合体了 而且还解锁了新的姿势 只见COSFI在躲过攻击之后 就把那个粉碎龙兽给打落下来 难道那个粉碎龙兽竟然会有再生能力 这就跟萌萌兽的能力一样了 随后粉碎龙兽施展了重力压迫 COSFI这边立马冲过去阻止 过程中萌萌兽突然冲了出来 因为他发现父母就被关在粉碎龙兽下面 而正是因为这一刻的犹豫 让粉碎龙兽抓住机会开始反击 此时萌萌兽的父母和萌萌兽进行了交流 父母说他们的力量是为治疗伤者而存在的 此刻同伴更需要萌萌兽的帮助 最后在父母的鼓励之下 萌萌兽开始治疗COSFI 与此同时大气带着斯巴达兽冲了下去 他们接住了COSFI的剑并救下了萌萌兽的父母 不放弃任何一个同伴是COSHATO的原则 随后COSFI也成功恢复了伤势 只见他用一招流星冲击压制了对手 接着斗牛士兽和粉碎龙兽都被干掉了 居民们也恢复了原案的状态 大气获得了这个地区的抗特框 他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刀剑地区 大气他们一来就打败了这里的巴古拉军领队顶级剑士兽 同时大气也获得这一抗特框的认可 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大气的善良之心 那个抗特框改变了即将消失的顶级剑士兽 这里可以理解为是重生 随后那个顶级剑士兽就走了 同一时间那些抗特框的持有者都有了反应 因为大气刚才收到的是最后一片抗特框 到此108个抗特框都有了主人 切语这时也过来说数码世界的变革开始了 他亲眼看到属于大气的那些地区开始合并 而且曾经作恶的数码宝贝又重生回善良的样子 所以这就是抗特框所具有的实力 拥有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意识改变数码世界 闲者兽这时还说了一个设定 那就是数码宝贝即使化为数据 他的灵魂也是不会消失的 话一说完天空突然降下一座巨塔 策略兽再次出现准备抢抗抗特框 因为塔的关系这个地区被封锁了 策略兽首先使出了一只太刀 大气而切语也立马进行了数码合体 不过切语不想合作之向自己来 好在音音及时吐槽了他才愿意合作 然而两队的合力攻击被策略兽轻松挡下 他随后向地板敲了两下使出二只太刀 这一招可以将化为数据的数码宝贝 以二灵的形式招回来战斗 这招是他的刀解封之后才有的 接着他又把那些二灵吸进刀里 并使出了奥义三只太刀 就是向地板敲三下 这一招让数码合体都解除了 同时大气而切语的Closer脱手 随后108个coder框终于聚在一起 眼看敌人就要得手 大气不忍心看到数码世界变成不好的样子 Closehot全员凭借自己的意志又站了起来 看到这样策略兽决定要斩草除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刚才的顶级剑士兽回来挡下这一招 身为策略兽的手下 他却抑制不住自己想要救人的心情 不过接下这一招他的剑也断了 为了感谢大气给他那一瞬间的正义 顶级剑士兽与那座塔同归于尽 这样的话地区封印就解除了 外围的冬天地狱兽也加入战局 于是大家合理成了Close 5B 策略兽剑撞立马召唤出20 而大气这边则动员全队力量反击 紧接着策略兽又想使出三只太刀 然进攻之时必有破绽 Close 5B看准对手砸地瞬间出招 暴龙兽这时也出手相助 就这样那个策略兽被打飞了 但仅随而来的是超次元风暴 只见一只大手吸走了那108个coder框 大气名利三次昂高好兽也被卷走了 那只大手是巴古拉兽的 自己竟然回到了人类世界 而且Close 5B里面只有高好兽 接着大家各自回家报平安 却发现原来时间只过了不到一天 不过他们讲的数码世界的故事 家里人并不相信 晚上大气绝杀到异样追出来 当初那个指引他拿到Close 5B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说当初选中大气是认为可以改变数码世界 但是很可惜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 隔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情况 大气先是带着他们去参加海之日活动 这是去数码世界前名利最想去的地方 之后他还要跟单次行比试见到 这也是去数码世界前扇次行想做的 看到这里我想观众都明白了 大气正是在跟他们道别 因为他想再一次回到数码世界 他想要去帮助Close Heart的朋友们 而且他也不想丢下音音和切语不管 不过这一点名利和扇次行又何尝不是呢 听到这里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大气他们来到最初拿Cose Loader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Degi Memory 里面出来的竟然是传说中的奥米加兽 他是首位数码世界正义的骑士团一员 当初他们没用阻止数码世界的分裂 所以大家才变成Degi Memory分散各地 只有奥米加兽调到了人类世界 而他一直在找可以拯救数码世界的人 在清除大气他们的心意之后 奥米加兽很感动 但以他现在的能力只能送大气回去 接着大气安慰了明里和扇次行 他们约定会一起加油 结果花刚讲完问题就来了 原来策略兽也进入了人类世界 他一看到大气就追了过来 由于人类世界有许多数码能量 策略兽在吸收过后变得更加巨大 他还准备把人类世界的事情汇报给巴古拉兽 眼下高好兽根本不是对手 大气插卡扎换的暗黑龙兽也被一击消灭 同时奥米加兽的卡还掉了出来 明里和扇次行为检卡而被抓住 策略兽以此威胁大气丢掉Coslo的 而明里和扇次行却让大气不要放弃 正是由于他们两个的这份决心 明里和扇次行的力量注入到Coslo的里面 同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奥米加标志 只见高好兽超进化成奥米加高好兽 虽然策略兽吐槽怎么一瞬间就进化了 他可是花了很久才进化成现在这样 但奥米加兽有解释这是高好兽未来的模样 只是因为明里的勇气之心与扇次行的友情之心 给予了Coslo的新的力量 才促使高好兽可以急剧进化 不过策略兽也没有那么容易认输 只见他蓄力一挥大桥被瞬间批断 随后他便使出了死之太刀 关键时刻在大气的坚意下 奥米加高好兽丢出了劲爆摇滚之魂 紧接着就是一招剧烈冲击贯穿的对手 就这样对手终于被打败了 之后奥米加兽为大气打开大门 还给他的衣服印上了标志 第一个篇章也就这样结束了 大气这一来一回数码世界已经过了好几个月 这个期间巴古拉兽将数码世界重构成7个大陆 每个大陆都有一个死亡指挥官负责统治 暗黑骑士兽现在的职位是提督 而莉莉斯兽他们正在放假 整个巴古拉军正在为一个叫Defi的计划做准备 为此他们需要收集各个大陆上的负能量 大气首先来到第一大陆龙之大陆 他们一来就碰到了高好兽的青梅竹马花仙兽 只见花仙兽赶紧把大气用花尾装起来 因为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头号通缉对象 随后我们就看到了有许多龙之数码宝贝 正在追一只叫龙仔兽的家伙 原因是这个龙仔兽不肯与巴古拉军一起作恶 看到这里大气和高好兽就等不住要上去帮忙 大气这边还谎称自己叫小花兽 虽然高好兽单挑他们不是问题 但毕竟对手没有那么傻 于是他和大气就准备超进化 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生就是了 此时又一个熟悉的身影来了 换了一身衣服的切语带着自己的队友出现 他们现在被称为是反叛军 切语一来就叫嚣火烈之多鲁比克兽出来战斗 这个多鲁比克兽是龙之大陆的死亡指挥官 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自由操纵自己的地形 多鲁比克兽一登场就是与黄龙兽合体的暗黑模式 切语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黄龙兽竟然是个坐骑 接着多鲁比克兽拿出了大克内斯多德进行了强制合体 切语他们很快就被打败了 危急关头大气他们带着切语躲进洞里 不过黄龙兽随后就开始疯动 这些地动都是龙仔兽自己挖的 他非常崇拜切语的反叛军 然而切语对大气的回归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对手现在的实力比之前更加恐怖 他们还获得了暗黑骑士兽给的量产型大克内斯多德 所以对手现在可以进行强制数码合体 同时大气的队伍也不知去向 因此切语才会认为大气回归等于送死 其实他言语中还透露着一点关心 随后龙岩开始关进地洞 大气他们只能逃到高处开始挖洞 切语此时抱怨了一句 就不该依靠龙仔兽这样落小的家伙 结果被高好兽给数落了一番 接着龙仔兽竟然准备自己断后争取时间 紧要关头高好兽冲过去将他互助并发光 终于他又可以超进化成奥米加高好兽 大气一行人就这样从地洞逃出来 不止如此奥米加高好兽在出来后 还打败了埋伏的敌人 但他随后也陷入了地下 因为多鲁比克兽来了 他马上就和黄龙兽合体成暗黑模式 没几下高好兽就被打回了原形 危急关头空中飘起了蓝色花瓣 一个自称小花兽的人过来就场 这个蓝色花瓣叫做龙哭之花 他的花粉可以让对手的身体暂时麻痹 然后大家就成功逃走了 其实这个小花兽就是阴阴 龙哭之花是他们调查出来的 此时多鲁比克兽开启广播 他将在明天早上于龙之瀑布处决 Cosato 难怪大家一直找不到 虽然很明显这是个陷阱 但大家肯定不会放弃 只不过切羽无法接受大气 要继续接住龙仔兽 这里要说明一点 其实切羽是很期盼大气怀来的 不过他同时也怨恨自己的软弱 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切羽十分挣扎 对而多鲁比克兽之所以选在瀑布处行 主要是因为在那里花粉飘不起来 同时他们也布下了许多防兽 晚上龙仔兽准备到了很晚 切羽竟然过来向他示弱 当他问起龙仔兽为什么会这么勇敢时 得到的回答是龙的尊严 这句话对切羽影响不小 隔天早上处行开始大气自信的过来救援 只见身后的瀑布突然爆炸 大水冲散了埋伏的队伍 大气他们成功救下队友 这都要归功于龙仔兽看出了瀑布的弱点 他的这个土木工程技营在日后还有作用 另外龙哭之花被装在了炮弹里面 所以大气他们才获得短暂逃跑时间 随后生气的多鲁皮克兽进行了全队合体 他一下子就追了上来 Close 5B在这里肯定不是对手了 不然切羽之前也不会一直输 紧要关头切羽带着机械暴龙兽过来救场 虽然实力不济但切羽这一次没有放弃 为了尊严他们绝不可能认输 只见机械暴龙兽扛住了对手的一招暴君石中剑 随后他的身上突然发起金光 而切羽的Close Loder上出现了一个Z 于是机械暴龙兽超进化成了极克暴龙兽 这一次他先是顶回了暴君石中剑 又用一招粉碎毁灭炮摧毁地形 接着便是一爪最终极突消灭的对手 就这样他们成功占领龙之大陆 通往第二大陆的通道也打开了 这里有点创建山的感觉 战斗结束后切羽和大气组成了连队 他们一起进入到了下一个大陆 不过切羽在通道中与大家分开独自行动 阿特别说明下这里的脚本由米村正恶负责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切羽人格分裂 第二大陆叫做吸血鬼大陆 大气他们一来这里就救下一只黑大耳兽 而追探的是女恶魔兽 在这里他们拥有不死之身 逃跑之后黑大耳兽说出了情况 自从巴古拉君支配这里以后 他们就在森林边缘的村庄生活着 同时吸血鬼的物资解界当这里一直都是夜晚 每当有诸古力兽进化成黑大耳兽时 女恶魔兽就会来把他们抓到城堡里 大气他们救的这个黑大耳兽 是刚进化害怕被抓所以逃出来的 此时村子方向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是女恶魔兽跑去村子要人 大气他们急忙回去救援 不过由于对手有不死之身 所谓大气他们陷入被动 随后切羽就出现并发动连续攻击 这是打算在对手复生前消灭他们 过程中机械暴王兽还击中了高好兽 原因是他挡在了前面 接着由于巴古拉君又派追兵过来 所谓大气他们选择暂时撤退 之后大气开始定制计划 他打算乔装成女恶魔兽混进城堡里解除防护罩 以成立零点的终身为信号 他和切羽内外一起攻击敌人 切羽这边是执意要由自己打败死亡指挥官 另一边黑大尔兽在得知情况后也悄悄跟了过去 大气他们成功潜入之后 显示瓶兽就开始找机关 然而当音音准备过去时却被敌人叫住 还好大气灵机一动说黑大尔兽跑了快去追 然后他就和显示瓶兽来到机关房 结果他们竟然在这里碰到了死亡指挥官 月光之新种吸血魔兽 大气的口子欧德还被抢走了 从交团中我们得知 新种吸血魔兽抓黑大尔兽是为了可以超越死亡 现时刻黑大尔兽抢回了大气的口子欧德 同时音音带着麻雀兽过来支援 于是大气让口子败先拖住对手 随后黑大尔兽就把机关解除了 切羽立马冲过来帮忙 此时的口子败已经有点无力招架 切羽让他先去清理小兵 然而机械暴龙兽也是打不过对手 而且新种吸血魔兽还强制合体成了暗黑模式 此刻一意孤行的切羽有点难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新种吸血魔兽竟然可以强制合体机械暴龙兽 现在这个形态叫超暗黑模式 同时因为体内有许多黑大尔兽的关系 这个新种吸血魔兽本身也是不死的 很快口子败就被敌人抓住 切羽这个时候已经懵了 关键时刻黑大尔兽不能同伴被吞噬而冲了上去 结果新种吸血魔兽惧胖的说出 那暗起白色黑大尔兽 就这样他们终于脱险了 逃跑时大气还不忘拉上切羽 接着大家开始商量对策 很明显对手惧怕传说中的白色黑大尔兽 因为他拥有着圣洁之力 据说他好像在地下神殿里 随后切羽主动要求断后 其他人则跟着黑大尔兽去了神殿 不过隧道里面还要埋伏 最后音音和麻雀兽留下阻挡 大气带着黑大尔兽他们进入神殿 然而这里并没有传说中的白色黑大尔兽 反而是新种吸血魔兽出现在这里 对战过程中高好兽的大气都感受到了 新种吸血魔兽体内还要机械暴龙兽的旋律 于是高好兽自己冲上去当对方合体 同时黑大尔兽也跟了进去 在体内他们见到了即将消失的机械暴龙兽 还看到了那些被吞噬的黑大尔兽 高好兽鼓励机械暴龙兽不要放弃 而黑大尔兽也说不要让他的同伴被坏人所用 接着感人的一幕发生了 黑大尔兽极由所有同伴的力量 变成白色黑大尔兽 此时切羽带着音音冲进神殿 他和大气的Colster同时发光 在白色黑大尔兽的帮助下 高好兽和机械暴龙兽在对手体内同时超进化 不过这样的话力量还是不够 只见白色黑大尔兽用尽最后力气将它们合为一体 就这样奥米加高好兽和极克暴龙兽 双重合体成高好兽DX 在轻松破解了一招巨型心脏奇奇之后 高好兽DX用三尺精准间牙丝碎的对手 这一次新种吸血魔兽不会再附生了 因为他体内的所有黑大尔兽已经消失了 按照约定DX用一招胜利倾斜了结的对手 而那个新种吸血魔兽残留的碎片也被多天地狱兽踩碎 就这样第二大陆恢复了光明 大气它们也继续前往下一个大陆 第三个大陆叫蜂蜜大陆 这里的死亡指挥官是看上去很小一只的木精之扎米尔兽 它的目的是让蜜蜂兽吸食负能量并制成数码之密 大气它们在这里还遇到了被吸食的刺丁兽它们 这里有个反叛者叫梅瓦尔兽 它是一个非常喜欢正面硬钢的大姐头 而它的弟弟伊古尼特兽却加入了巴古拉军 不过这主要是由于它地决的反抗也没有用 本质上伊古尼特兽也不想这样 另一边因为无法认同梅瓦尔兽的计划 所以切语比较理智的选择单独行动 而那个梅瓦尔兽的计划就是 大家掩护它正面硬钢 随后它就对上了自己的弟弟 接着在扎米尔兽的要求下 伊古尼特兽做上合体后的巨型骨架兽甜心模式 它无奈地和姐姐争斗 虽然梅瓦尔兽嘴上说要大意灭心 但它其实还是不忍心对弟弟下手 眼下能明白其中道理的也就只有音音了 只见它起上麻雀兽带走伊古尼特兽 这样的话梅瓦尔兽就可以尽情开打 不止如此音音还让它和麻雀兽 数码合体成喷气式梅瓦尔兽 那个巨型骨架兽甜心模式很快就被打败了 而伊古尼特兽也回归到了姐姐这边 这里其实就是给音音的一个影射 毕竟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弟弟 另一边切语在独自徘徊的过程中突然发现 森林里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孩子 接着大气他们开始商量对策 扎米尔兽因为体型太小而难以击中是个问题 不过据伊古尼特兽的描述 扎米尔兽是喝了数码之蜜故意把自己变小的 此时那个扎米尔兽送来了游乐园请柬 如果大气他们不去那么其他居民就会遭殃 而大气这边正好将计就计 他让切语趁机去破坏所有数码之蜜 这个期间他们会尽力拖住扎米尔兽 等到数码之蜜耗尽扎米尔兽就会变大 大气这边还拍了多天地狱兽过去帮忙 接着计划开始 这个游乐园其实就是扎米尔兽狩猎的地方 为了拖时间大气他们也只能尽力配合 一段时间后切语终于破坏了数码之蜜 而扎米尔兽也才注意到自己变大了 随后他就变回了自己真实的体型 不过这瞎子有点太大了 而且变大后的扎米尔兽依然敏捷 好在这时切语他们及时赶到 这样就可以双重合体成高尔兽DX 难得他在速度上依然不及对手 好在大气灵机一动看出关键 他让梅瓦尔兽用摩天轮攻击扎米尔兽 然后趁对手闪避的瞬间会出现短暂硬直 高尔兽DX用一招摇滚勇者机贯穿了对手 第三个大路也被大气他们拿下 同时梅瓦尔兽决定跟随音音 事情结束后切语说他之前遇到了一个人 经过推测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音音的弟弟U 所以大家暂时没有前往下一个大路 找到之后发现U给人的感觉不大对 他身边跟着的保镖是强者兽 就是之前因内讧而帮助高好兽训练的那只 U让强者兽赶紧带自己离开 他好像把眼前的一切当作是一场游戏 音音这边不顾一显地追了上去 另一边在利益斯兽的请求下 巴古拉兽同意他重新回到战场 只不过这一次他隶属于暗黑骑士兽 之后强者兽带着U来到一个机关处 七个大路都有这样的机关 启动之后除了能叫出帮手之外 还能通知暗黑骑士兽自己所在的位置 随后他们就叫出了妖道兽不下鬼门盾甲 而音音也正好走进了幻象里面 这里是他和U出生的城市 接着U就把姐姐给抓了起来 从交团中我们知道了 原来U把数码世界当作是一场游戏 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数据而已 这些都是暗黑骑士兽跟他讲的 所以U才会肆无忌惮地想要解决音音 在他的认知里面这只不过是一种数据删除而已 而音音这边也无法理解 以前的U不小心弄死一只蝴蝶都会立个坟伤心半天 之后他也很少跟别人一起玩 唯有他们被带来数码世界的那一次 音音在晕倒前看到了U露出从未见过的笑容 接着梅瓦尔兽从Cosot的出来保护音音 没多久切语他们也打破屏障冲和进来 与此同时暗黑骑士兽带着利益四兽他们也过来了 U这边立马将利益四兽合体成新的形态 随后又将暗黑骑士兽解除合体 让强者兽与致命大斧兽合成致命强者兽 而且在双方交阵的过程中 U还会利用解除合体来躲避招式 紧接着他让妖道兽使出幻祸症迷惑对手 最后他还合体出无双骑士兽准备一网打进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 U在战斗策略上确实很有天赋 不过在梅瓦尔兽的鼓励以及闲者兽的策略下 音音他们成功解除了那个幻祸症 奥米加高好兽和极克暴狼兽也把对手打跑了 但黑暗骑士兽原本的目的就是来救U的 因为在U来这里玩的期间 大气他们占领了这个大路 这就导致只有大气他们可以自由进出 结束后音音也下定决心要阻止U 其实U这个情况跟一乘四嫌差不多 所以他们在数码世界都比较肆无忌惮 接着大家来到第四个大路网机大路 虽然这个大路的脚本是米村生二 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冲击 甚至由于悬念做的一般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知道坏人是谁 这个大路的死亡指挥官叫做水浒之鸡流兽 他的能力是可以从体内分离出不同颜色的水滴 而这些水滴都具备不同的作用 大气他们首先遇到了一个叫路卡的妹子 这个人怎么看都觉得非常可疑 他说自己被巴古拉军追然后跑掉了 大气这边还同意他跟大家一起走 虽然多路路兽一开始就怀疑路卡 不过路卡暂时用眼泪混了过去 接着路卡带大家去找吃的 他在食物仓库前故意按出按钮 导致大家是在撞了一堆陷阱之后才进去吃饭 过程中路卡一直推荐大家喝下水滴 红色水滴喝下去之后就会变得不信任对方 比如切语就会吐槽音音的发型很像蟑螂之类的 不过那个瓶子被多路路兽不自觉的破坏掉了 路卡下一个拿出来的是粉红色水滴的化妆水 涂上去之后就会因变得非常自恋而丧失斗志 这同样也被多路路兽条件反射破坏掉 面对多路路兽的怀疑路卡又哭了 他还故意调破离间说 之前听巴古拉军说只要多路路兽回去就可以做死亡指挥官 结果大气才不相信多路路兽会回去 接着在吃饱之后路卡故意引多路路兽离开 他和会变形的激流兽一起抓住了多路路兽 然后路卡又回去骗大气他们中了埋伏 其实这个路卡是蓝色水滴控制的 他本身只是一个人偶而已 而激流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要大气他们 产生一点同伴间质疑的负能量 对而他本身是水做的 所以普通攻击是无效的 在制服了多路路兽之后 激流兽又变形成他去攻击大气他们 当小兵被消灭之后 激流兽就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目的是为了博取巴古拉军的信任 不过这个理由并没有办法说服切语 随后切语就准备独自一个人行动 接着大家跟着激流兽去营救路卡 而大气这边也开始行动了 他先让萌萌兽和左人兽去救真正的多路路兽 期间大气和依依因为中了陷阱而分开 依依被激流兽给困住了 然后激流兽就假扮成依依去骗大气 让他走进一座大牢里并引爆 不过大气是让鲁鸡兽做了假人走进去的 而依依这边也很快被救了出来 之后不知情的激流兽就变成大气去骗切语 这个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在事情败露之后大气也说他一开始就怀疑路卡了 正是由于他对同伴的绝对信任 所以那些挑拨离间的计划才没有成功 接着大气还指出激流兽其实很寂寞 因为整个大陆里面只有激流兽一个人 那些小兵都是他用水滴操纵起来的 切语这时也表示理解 他说激流兽根本就不相信其他人也不会信任自己的部下 注意这句话是切语的伏笔 其实这个大陆原本是有数码宝贝的 只不过激流兽用水滴让他们产生争执 没多久他们就自取灭亡了 剧情演完之后战斗开始 激流兽回收的所有水滴而变得非常巨大 大气他们的攻击都没有什么效果 接着激流兽就变成了水滴的形态 其实打败他的方式很简单 大气在看到梅瓦尔兽的心灵突射可以蒸发水分时 就让高好兽DX用同样的方式蒸干了对手 就这样他们成功占领了第四大陆 接着大家一起来到第五大陆黄金大陆 这个大陆的剧情还蛮有意思的 大气他们降落在一片黄金之海上 这里的死亡指挥官是金贼之奥利格兽 与其他指挥官不一样 奥利格兽非常想拉大气他们加入自己的金贼团 他是一个非常看重同伴的指挥官 由于这片大陆的旗帜在海里 所以大气他们首先需要抢走奥利格兽的船 不过这个奥利格兽有一个咒语 只要听见被影响到就会变坏 高好兽在船上还碰到了曾经帮助过的同伴 他们已经被那个咒语影响加入金贼团了 慢慢的其他人也开始逐渐沦陷 高好兽和暴龙兽两个合体核心也中招了 萌萌兽变坏的时候还蛮可爱的 奶凶奶凶的 而麻雀兽终于吐槽了音音的发型很诡异 感觉这对音音的打击很大 好在这个咒语对努基兽没有效果 大气他们也趁机赶紧撤退 而奥利格兽随后就发出了通缉令 晚上大家开始商量对策 闲者兽推测那个咒语可能对机械型无效 依据是努基兽并不受咒语影响 所以第二天对手来的时候 切一让电子龙兽打头阵 结果电子龙兽也中招了 眼看局势即将一面倒 努基兽赶紧扑倒了高好兽 如同当年高好兽就他一样 努基兽现在也要唤醒高好兽 原来当年努基兽因失控来到了威孝村 是高好兽不顾危险将其修好的 眼看高好兽似乎要摆脱控制 奥利格兽立马又念起了咒语 结果混乱的高好兽把话筒丢向他的脚 终于那个咒语的秘密被解开了 闲者兽让大气赶紧合体出努巴迪斯兽 因为他的超音速舞蹈可以破解咒语 这个咒语的本质是特殊音阶 奥利格兽通过四只脚进行能量增幅 采用那个效果 这下大家终于恢复原样 奥米加高好兽随后就对上了奥利格兽 不过奥利格兽重点不在于战斗 因为他已经找到自己曾经的布下努基兽 准确的说应该是为增幅他的力量而诞生的 纠集破坏兵器暗黑音量兽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在纵还存在的时候 也正因此他才遇到了高好兽并被他重新修理 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努基兽这个名字也是高好兽起的 不过现在的暗黑音量兽完全不记得 此刻比较为难的是高好兽 他一边让切羽不要插手 另一边又无法对暗黑音量兽动手 看到这里奥利格兽打开肩膀放出两个魔人 苏尔特和勇尔姆刚特 他们可以帮助大家实现一个愿望 切羽一点也不相信的说他希望打败奥利格兽 翻译过来就是他不想看到奥利格兽 于是切羽的队伍还有奥米加高好兽就被吹到非常远的地方 至于大器他们就都被抓了起来 晚上奥利格兽还在说服大器加入金贼团 他十分看重大器对同伴的那份信任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样的 为此他还准备拿女朋友音音威威胁大器 不过大器说这个不是他女朋友 音音表示重点好像不是这个 奥利格兽是准备让音音成为暗黑音量兽的把子 另一边切羽他们正赶回来救援 注意这时的切羽很信任的同伴 同时他还答应奴基兽由高好兽来处理 隔天奥利格兽的试验开始 原来暗黑音量兽可以把奥利格兽的咒语变成破坏声波 为了逼大器成为伙伴 他们逐渐增强威力 紧要关头切羽他们终于来了 海甲巴多拉兽首先带走音音 暗黑音量兽按计划交给了高好兽 而切羽在船上招出了战舰龙兽压倒船尾 就这样他们把整艘船都给弄翻了 这个弱点是龙仔兽看出来的 不过那个奥利格兽很快又浮出水面 他不想高好兽抢走自己的同伴 接着高好兽让大器把他和鲁鸡兽数码合体 他要从内心唤醒鲁鸡兽的记忆 此时鲁鸡兽正在伤心流泪 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数码宝贝 而高好兽则对他表示出了强烈的信任 虽然这个合体很快就被解除了 不过最终鲁鸡兽战胜了暗黑音量兽 他还用扩音器让大家全部清醒 随后大家变数码合体开始反击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 奥利格兽最终是由鲁鸡兽打败的 他是通过录下奥利格兽的咒语 并将其增幅反击 消失前奥利格兽还感慨 羁绊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 他还叮嘱大器要保护好同伴 事情结束后 大家都不记得被控制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音音好像很记仇的样子 之后大家就继续前往第六峡谷大陆 这个大陆的剧情有三集 前两集脚本是米村正二 请大家先把你们的刀给收起来 我想了半天觉得 这两集剧情真的不好解释 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看下槽点在哪里 首先看到切语这个表情 我们就知道又要人格分裂了 他说自己一直以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强的 现在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他就越来越激动 为了快点占领第六大陆 他还定制了一个全面进攻计划 而大家因为信任的关系也配合他 第六大陆的死亡指挥官是土神之中利兽 他确实也准备好了一些兵力要战斗 晚上战斗开始 切语在音音吸引了空中部队之后 竟然不顾音音还在里面从外围直接进攻对手 打完之后还要音音处理掉剩下的 接着他又来到了山谷这边 看到多鹿鹿兽他们吸引了大量对手之后 切语就带着战舰龙兽击破山壁埋住他们 要不是萌萌兽有防护罩大家肯定中伤 之后他又来到了大气负责的森林地区 在看到大气只是拖住了敌人但并没有战斗时 切语直接轰炸了这片地区 还好多鹿鹿兽及时赶到 大气他们才没有掉入地下河里 这样的做法真的有点狗啊 最后切语卢约来到重力兽面前 只见他在一顿华丽的操作之后 摆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姿势 结果人家重力兽什么事情也没有 其实这些都是重力兽的炫套 他真正的兵力比切语他们打败的要多很多 大家一下子就被包围了 此时已经崩坏的切语依然选择一意孤行 然后即刻暴龙兽就被一招重力高压打败 紧要关头是大气当音音用咸尾蛇之门攻击他们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掉入地下河里逃生 不过切语被重力兽给抓住了 囚禁期间我们才知道原来切语是被巴古拉兽召唤来的 似乎原本是想把他培养成死亡指挥官 但现在看来切语实在太弱了 重力兽对切语进行了精准的心理攻击 被玩坏的切语因此激发出内心对于变强的强烈需求 随后就出现了一个很扯的剧情 为了证明自己足够强大 切语竟然听了重力兽的话要去打败大气 而大气他们此时正要赶去救切语 然后两边就打了起来 没多久在最终极图与奥密加龙和的招式碰撞下 他们算是打了一个平手 随后不甘心的切语又叫出电子龙兽和魔像兽 此时战剑龙兽终于看不下去出来阻止 然后本篇章最扯的剧情来了 战剑龙兽让大气他们先撤离 他准备靠自己说服切语 结果切语竟然攻击了战剑龙兽 期间战剑龙兽还没有还手 要求编剧你良心不会痛吗 大气他们绝杀后立马赶快救援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接着战剑龙兽说出了切语的过去 大概就是切语是超级富二代 他的父亲从小就对他采取帝王学教育 后来他的父母因为一场事故而离开 父亲临终前还不忘提醒切语要变得更强 谁知切语之后遭到了亲戚与老部下的背叛 他失去了全部的家业和财产 从那时起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 并发誓自己一定要变得更强 所以这些就是导致切语性格扭曲的原因 话讲一半空中突然降下一个重力炸弹 战剑龙兽拼死为大家挡住这一击 期间高好兽指出切语的强大不正是因为有同伴吗 然后编剧就来了一波强行解释 那个回忆中凶巴巴的父亲 在照片里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切语随后就悟出了 要变强就需要同伴的力量 而只有付出足够的爱才能获得同伴的道理 所以切语这下又变成了爱的战士 不过战剑龙兽这边已经快挂了 临走前他还不忘安慰切语 龙喜利啦龙喜利啦 并说他已经预见了大家会产生崭新的数码合体 然后战剑龙兽就这样走了 切语这边十分伤心 接着重力兽大军压境 而大气切语一因三人进行了雄伟合体 集合大家之力 他们数码合体出了高好兽COS7 COS7一招就清掉了对方所有小兵 接着重力兽也被他的合体燃烧竞歌手烧没了 难得第六大陆的旗帜并没有改变 还有大气的手臂突然肿了一个包 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重力兽还没有挂掉 高清显示瓶兽在城堡侦查的时候看到了重力兽重生 同时他也被抓起来当作是人质 于是大家开始商量怎么救人 对了切语此刻非常感激大气不计前嫌 而且他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之后作战开始 大气先是数码合体出最强猛猛兽冒充COS7吸引兵力 然后真COS7直接去挑战重力兽 这样的话音音和切语就可以趁机救人并寻找数码核心 这个数码核心就是打败重力兽的关键 因为只要数码核心在重力兽就可以无限再生 结果整个城里都找不到数码核心 最强猛猛兽这边也撑不住了 随后重力兽数码合体成了暗黑模式 其他人也赶来大气这里支援 然而即使COS7也打不过重力兽 于是重力兽就开心的把自己的弱点说出来 其实他的数码核心就藏在大气手上 他是在自己受伤之前转移的 而且这个核心大气还拿不下来 所以要打败他就只能先干掉大气 此刻切语果断放弃并选择了投降 因为他坚信只要大气还活着就可以翻盘 结果重力兽硬不满切语此时还没有绝望 所以他决定干掉切语 危急关头大气挡在了切语面前 他吃准了重力兽不敢自取灭亡 果然重力兽立马移走了数码核心 梅瓦尔兽赶紧救下大气而切语 而COS7随后便击中了那个核心 就这样重力兽终于被打败了 接着他们来到最后一片大陆光辉大陆 这里有一座飞不上去的塔 塔下还要许多正在受苦的数码宝贝 这里的死亡指挥官是日伦之阿波罗兽 他在考验了大气他们的战斗力之后 就让部下带大气他们走上塔顶 对了据说这个塔的深处是通向地狱 在塔顶大气他们见到了阿波罗兽 与其他指挥官不一样 这个阿波罗兽一见面就说自己有一颗正义之心 他是被迫当上死亡指挥官的 塔下受苦的数码宝贝们都还活着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巴古拉军 由于自己一个人打不过巴古拉兽 所以他才一直在等待勇者出现 讲到这里大家开始有点相信了 大气他们先假装被自己打到 这样就可以没有障碍的直接见到巴古拉兽 然后再来一个绝地大反击 而之所以不是他假装被大气他们打到 是因为那样的话在见到巴古拉兽之前 还要经历一些战斗 由于破坏全世界之日DeFi的时间快到了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 随后阿波罗兽先离开给他们一点讨论时间 切羽和音音并不大相信阿波罗兽 此时有人在塔下放了U他们上来 之后切羽开始进攻阿波罗兽 而为了取得信任阿波罗兽并没有还手 接着大气就想要去阻止切羽 于是场面一度混乱到切羽将大气甩开的时候 大气正好碰到机械暴龙兽的千兆毁灭 还好阿波罗兽舍身为大气挡住了这一招 同时他右手的伤也暴露了 原来他没处罚一个居民就会惩罚自己一下 现在他的右手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这里切羽他们终于相信了阿波罗兽 结果强者兽带着U突然出现 他还说是阿波罗兽放他们上来的 此时阿波罗兽体内出现了另一个声音 他的一半身体变成了蓝色并自称是阿波罗兽 原来巴古拉兽一开始就不信任阿波罗兽 所以他在阿波罗兽体内埋进了一个程序 这样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让阿波罗兽变成邪恶战士 接着阿波罗兽完全掌控了这个身体 阿波罗兽最后是希望大气他们可以打败自己 此时U对阿波罗兽说了一句游戏开始 目前情况只能数码合体出COS7了 结果大气因为担心打败阿波罗兽也会挂掉 所以他们的合体并没有成功 大家也因此掉到了地下 前面提到过塔的下方是数码世界地狱 这里跟那所想出来的场景差不多 醒来的大气首先跟大家道歉 不过肯定没有人会怪他 在这个地狱里面还有一个设定就是无法通信 接着大家来到不远处的一座城堡里 随后U的幻象出现并向大气发起挑战 他们两个分别处于地狱两端的城堡里 两边同时进攻对方城堡并达到指挥官 只有其中一方的指挥官挂掉 离开地狱的大门才会打开 而两边的指挥官就是U和大气 他们的胸前出现了一个徽章 可以看出U依然把数码世界当作是游戏 音音不管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大气这边则显得比较犹豫 最后答应下来的是切语 他还特别提醒U这不是游戏而是实战 要做好心理准备 随后两边就开始布置战术 因为这个地区无法使用通信 所以战术必须在一开始就布置完毕 大气这边是由切语来指挥 主要是担心大气又心卵下不了手 对了在这个地狱里面还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邪恶的数码宝贝实力会强一些 U这边分析出大气他们会使用双线作战 一般由大气负责牵制 音音负责支援 切语负责指导黄龙 所以U让暗黑骑士兽正面对上Coseify 利益斯兽去突袭音音 而阿波罗兽则去拦截切语 眼看圣券在握U这边又想去玩别的 交谈中我们发现强者兽差点告诉U 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 此时身后的老鼠兽却提醒他要注意点 难道战局真的和U想的一样吗 毕竟这次指挥的可是切语 很快铠甲巴多拉兽进攻了U的城堡 而他的指挥者竟然是大气 这就是切语的战术 他调换了大家的数码宝贝误导对手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气和U可以亡对亡 因为他觉得大气必须和U正面对抗 这样才能够解除两人心中的问题 此时可以看出U已经慌了 只见机械霸王兽驱赶了强者兽 而大气和U终于正面交锋了 不过大气还是不忍心下手 反而是U这边逐渐找回了自信 眼看战局对大气越来越不利 U又开始聊天了 他说他在现实世界中比同龄人要强很多 所以一直找不到玩伴 而且他也很讨厌那种看到生物死掉时痛苦的心情 因此他对于数码世界充满着期待 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虚拟的 这样他就不用感受到痛苦了 听到这里大气终于明白 其实U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 过于善良的压抑了自己 这才导致他想要来数码世界释放压力 这一点上跟切语有点类似 所以切语才会觉得U需要大气来拯救 终于大气开始动手了 而他这边的数码宝贝也开始反击 只见大气把U的剑砍断之后 结结实实的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同时他也没有躲避U的回击 两拳之后U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大气此时也在极力说服他 随后音音也过来劝说U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U的心理承受能力 如果他现在承认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他之前做的事情有多恐怖 接着为了逃避真相 U让强者兽吸收了这位的力量 期间俄语者自己先跑了 而致命强者兽变成了地狱模式 大气他们一下子就处于下风 还好这时切语及时赶到 他们三个立马雄尾合体出了Cose 7 强者兽很快就被打飞了 他临时解体并带着U赶紧撤退 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而摆在眼前的另一个问题是 如果离开这里的条件 真的是要其中一个挂掉的话 大家又该如何选择呢 接着大家开始寻找U 而U此时也逐渐明白这并不是一场游戏 但强者兽强忍伤痛让他不要多想 可以看出这个强者兽是真的微忧着想 此时贤者兽正在分析大气胸前的徽章 他们要尽快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 期间舵天地狱兽突然请命要去找U 虽然他掩饰了刚才 在战斗中所受的重伤 但还是被喜欢他的梅娃尔兽看出来了 是的 通过这场战斗 梅娃尔兽看上了舵天地狱兽 于是他们两个一起出发去找U 途中被第一次兽给看到了 他和暴风兽现在已成重伤 往日三元寺的风光已经不在 莉莉丝兽将他的遭遇怪罪于舵天地狱兽 随后 鱷鱼者利用了这份怨恨 将他和暴风兽以及地狱的力量进行了数码合体 接着发现异动的舵天地狱兽前来查看 他们在这里遇到了想要找鱷鱼者求救的U 其实U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结果大地突然裂开 酷龙骑士兽将U带走 整个地狱修罗场开始崩坏 鱷鱼者这是打算连酷龙骑士兽一起干掉 这样他就可以胜任巴古拉君更高的职位 俗称内卷 对了 因为他是这个大陆的死亡指挥官 所以他是可以自由进出地狱的 接着合体后的巨大利益丝兽出现了 他的唯一目标是舵天地狱兽 此时大气而切语他们赶过来救援 迈合利益丝兽的这个地狱模式实在太强了 只见他将周围的一切都吸而进去 与此同时 闲者兽终于破解出了回去的办法 原来那两座城堡才是回去的关键 目前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夜 大气他们首先核底出 COS7支撑两座城堡不要被撞坏 随后舵天地狱兽主动去拖住利益丝兽 而闲者兽则趁机改写城堡数据 不过最关键的是要获得大气的死亡数据 因为这是打开大门的关键钥匙 此刻大气没有丝毫犹豫的站出来 接着闲者兽开始逆转大气的生命数据 与此同时利益丝兽抓住了 舵天地狱兽他们准备同归一进 紧要关头大门终于开了 骷髅骑士兽带着U首先离开 COS7这边则立马回去营救舵天地狱兽他们 然而在逃跑的过程中舵天地狱兽发现 利益丝兽对他的愤怒并没有消失 于是他让梅瓦尔兽他们先撤离 其实舵天地狱兽已经知道自己就不活了 所以他决定刘西亚与利益丝兽同归一进 只见舵天以其漆黑的身影 义无反顾地冲入那邪恶的光明之中 就这样大家得以脱险 而舵天地狱兽消失了 出来之后骷髅骑士兽赶紧回去大魔殿 而大七他们只能打败阿波罗兽才能继续前进 经过闲者兽的分析 阿波罗兽与阿谀者无法分离 简单解释就是两套程序公用载体没有分区 然而在经历过地狱的那些事情之后 大七终于下定决心要干掉阿波罗兽 之后他们发现士兵正前往塔下 这就表明阿谀者并不知道他们还活着 那些士兵是要去干掉这里的居民的 因为阿谀者也准备去大魔殿 他想要在走之前把这里清理干净 不过切羽他们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计划 而大七此时正潜入警卫薄落的城堡里 随后他们见到了阿波罗兽 此刻阿谀者用阿波罗兽的身体与大七对峙 但这一招对大七已经没有用了 当初正是由于大七的犹豫 才导致了之后大家坠入陷阱 舵天地狱兽消失 在承担过这份痛苦之后 大七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强大是既有温柔又有威严 接着他与赶来的阴阴和切羽进行了雄卫合体 但是这个额鱼者本身就很厉害 只见他先用屏障困住了Close7 随后就开始蓄地大招叹息的太阳 这招的威力足以毁灭这片大陆 很快在龙仔兽的帮助下 梅王尔兽刺破了那个屏障 不过额鱼者此时已经准备完毕 只见他抛出了叹息的太阳 Close7的七体必胜波也难以阻挡 大地上的数码宝贝们都在为他加油 紧要关头额鱼者的右手突然抓住了他的左手 这时阿波罗兽在体内制衡着额鱼者 随后Close7就使出了七体必胜波MAX 终于额鱼者和阿波罗兽都被打败了 大气十分叹息阿波罗兽的争议没有人知道 不过阿波罗兽并不在意 他将数码世界的未来寄托于大气他们之后就消失了 眼下就只剩大魔电了 首先来讲下U的情况 小时候U因为奶奶去世而伤心哭泣 那天是他第一次遇到不行兽 当时U特别希望去一个不会有人离开的地方 于是酷偶骑士兽出现在他面前 他跟U约定长大后就带他去到一个 不会有人离开的地方 随后他让U把名字写入Close7的里面 再用那个黑色的Close7的数码合体成暗内骑士兽 然后他就先回数码世界了 而现在U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骗局 不过不行兽是真心喜欢U 可惜他很快就因为重伤不治而消失 至于那个老鼠兽则是怕还监视U的 回到大气这边他们正前往大魔电 首先遇到的是暗内骑士兽 从交团中我们得知 原来他把之前收集到的黑暗能量都集中在Code Crown里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其改造成黑暗石 而这些都是为了破坏之日DeFi做的准备 接着暗黑骑士兽就展示了一下黑暗石的力量 只见他用黑暗石复活了七位死亡指挥官 而且暗黑骑士兽只复活了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复活心 因为他需要的是会听话的冷血战士 随后大气他们数码合体出Close7环影颜色 结果那个暗黑骑士兽将所有死亡指挥官合体成剧情指挥官兽 吐槽一下这个造型感觉有点随意 不过剧情指挥官兽实力还是很强的 交手过后Close7就被打到解体 然后暗黑骑士兽就用黑暗石夺走了高好兽的心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大气 危急关头是多路路兽为大气挡了一下 此时切语赶紧指挥撤退 临走前努击兽又为大家挡了一招 而暗黑骑士兽并不着急抓人 他想要体验一下这种追逐的乐趣 接着大气他们开始想办法 据说夺走的心会被困在新知大陆里面 根据之前高好兽从新种席卷魔兽体内 救出机械暴龙兽的经验来看 大气这边也准备前往新知大陆 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此时暗黑骑士兽已经包围了大气他们 而大气这边拒绝了大家要一起同行的提议 毕竟他们现在还需要防着暗黑骑士兽 随后大气就将一切托付给了切语 如果他回不来的话剩下的就靠切语了 接着大气上去和暗黑骑士兽打了一个赌 自己一定会从新知大陆救出高好兽他们 暗黑骑士兽则一点也不相信的答应了 只能说反派总是非常自信 来到新知大陆后 大气发现自己是可以实体化的 然而这就表示七位死亡指挥官也可以 大气一下子就被包围了 好在高好兽他们这时找到了大气 而且他们刚好可以数码合体成COS3 只见COS3竟然挡住了多鲁比克兽的龙漆烈焰 不过面对多人攻击时就好像差了一点 还有那个奥波罗兽的心目前主要由鱼者控制 接着鱼者让犹豫的奥利格兽动手 为了说服他大气讲出 暗黑骑士兽只复活他们的身体而没有复活心的事实 这句话其实动摇了所有死亡指挥官 而且他们内部本来就有矛盾 之后在看到大气为保护同伴而不懈努力之后 奥利格兽终于反水了 毕竟作为海贼来说 当然是同伴比较重要了 另外死亡指挥官这边没有人愿意帮助鱼者 同时COS3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在见识到了羁绊的烈烊之后 鱼者的内心开始产生动摇了 也因此阿波罗兽从他体内分离出来 他用一招太阳神之机消灭了阿谀者 看到这里鱼下死亡指挥官准备合力作战 不过阿波罗兽此时打算把大气他们和奥利格兽送回去 并嘱咐奥利格兽要破坏掉复苏毁路 随后阿波罗兽双手核实 以星传星次元突破 他用奥义太阳冲击波把大家的心送回去 同时也被鱼下指挥官合力击中 就这样大气他们的心都回来了 没多久阿波罗兽的身体消失 这代表他的心已经被消灭了 而暗黑骑士兽依然将鱼下指挥官进行数码合体 少了两只感觉比之前更丑了 接着由COS7暂时牵制敌人 奥利格兽则准备去破坏复苏毁路 因为只要这个装置还在 死亡指挥官就可以被一直复活 难而当奥利格兽准备动手的时候 巨型指挥官兽突破了COS7并击中奥利格兽 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破坏掉了复苏毁路 所以有COS7也赶过来支援 双方在对波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因为暗黑骑士兽过于压榨巨型指挥官兽的力量 在新枝道路的鱼下指挥官都感受到了不适 同时他们也对暗黑骑士兽的做法感到失望 接着在奥利格兽的补刀 以及COS7的权力攻击下 巨型指挥官兽终于被打败了 暗黑骑士兽也暂时撤退 奥利格兽消失前说 等大器在新世界复活他 而鱼下指挥官们则感慨 才从死里复生之下又要挂掉 希望这一次能永眠了 之后大家终于来到大魔殿外 COS7首先需要清理掉一些小兵 期间暗黑骑士兽将不配合的U控制起来 因为他现在还需要U的数码合体之力 接着他就把黑暗石交给了巴古拉兽 并建议说今天就可以执行DeFi 他还说希望可以让大器他们 见识下巴古拉兽的强大 于是巴古拉兽就把黑暗石吸收进了体内 随后他们就出去见了大器 那个巴古拉兽话还没讲完 COS7就冲了上去 不过他的所有招式都被轻松接下 而且他还被巴古拉兽一爪给弄到解体 然后巴古拉兽开始解释什么叫做DeFi 就是五个D开头的英文单词 简单理解就是利用黑暗力量破坏所有空间 然后再将他们重新融合在一起的计划 大器他们打败死亡指挥官也在意料之中 而且那些指挥官的怨念还加速了计划 此时大器认出当初把他打飞到人类世界的那只手 原来就是巴古拉兽的 他原本就具备空间干涉能力 如果实力再增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只见巴古拉兽突然伸长了右手 他正在突破次元寻找地球的位置 同时他的左手还能发动攻击 大器不小心掉到了地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人类世界 很久没出现的明里和扇次郎正一筹莫展 随后他们就看到了巴古拉兽的手 那只手根据策略受到的指引降落在有东京 周围的一切瞬间实话 紧要关头明里和扇次郎听到了一个救援的声音 回到数码世界 从巴古拉兽和切语的谈话中可以得知 其实暗黑骑士兽是为了超越巴古拉兽 才开发出Coslow的进行数码合体 当时巴古拉兽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所以他也选择了切语 因为当时切语对变强的渴望十分惊人 对了巴古拉兽知道 暗黑骑士兽想打败他 不过他无所谓就是了 接着切语他们开始攻击巴古拉兽 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攻击竟然有效果 但更令人意外的是 巴古拉兽随手一挥就复原了 随后他就使出了强力一击 高好兽他们因此被打回原形 难得他们此时看到暗黑骑士兽从背后捅了巴古拉兽 原来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 他利用巴古拉兽两手都没空的时候 突然袭击了巴古拉兽 不过这样的话并不能干掉巴古拉兽 所以暗黑骑士兽就拿出了大克内斯多德进行数码合体 这一段剧情还挺精彩的 其实暗黑骑士兽从头到尾的目的都是这个 眼看目的已经达成 他准备用一招死亡抢夺者之神消除切语他们 大家是跳到沟里才躲过一劫 之后暗黑骑士兽用大克内斯多德 强行吸收切语他们的数码宝贝 这个期间大气他们在地下找到了U 面对变大的老鼠兽他们一时挡不进去 然后切语就把巴斯迪兽放出来 没多久这个老鼠兽就被他吃了 大家也赶紧救下U 大气跟他解释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U也诚心悔过自己犯下的错误 不过这个孩子有点太责备自己了 所以梅瓦尔兽让他暂时先冷静下 而因为U被救了出来 那个大克内斯多德暗黑骑士兽就不能用了 随后大气他们与大家会合 暗黑骑士兽生气的把大克内斯多德丢了出去 接着大家开始全力进攻暗黑骑士兽 结果却发现他合体后比单体巴古拉兽还弱 只早就知道暗黑骑士兽的目的 连这个计划不会顺利进行探眼预测到了 在体内巴古拉兽干掉了暗黑骑士兽 他说暗黑骑士兽缺少的是理想和信念 之后重新占据主导的巴古拉兽 长出了六对翅膀和披风 这才是暗黑巴古拉兽的真正形态 克罗斯7再次被一招打到解体 此刻高好兽令死不认可巴古拉兽的做法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人类世界消除 巴古拉兽给出的解释是 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生物 而他想要创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 高好兽自然无法认同这样的说法 他在跟大气告别之后 就舍身冲向了巴古拉兽体内 一瞬间大气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同时巴古拉兽也准备降临人类世界 离开前他用一招永恒暗黑之海 把大家困在次元的夹缝中 在那里大气感到了绝望 而脑中高好兽的声音提醒他不要放弃 随后大气就被明里和善次行给救了 他们还救下了其他人 接着龙帝艾可萨兽和战斗暴王兽 从Degi Memory出来说明情况 很久以前想要支配数码世界的巴古拉兽 觉察到了人类世界的存在 因此他才开始计划这个DeFi 而骑士团则一直与他抗争 结果因为人类世界的数码技术逐渐发达 导致两个世界的距离不断缩小 最终磕的框扭曲并分裂 数码世界分成了108块 而骑士团变成了Degi Memory 战斗暴龙兽和艾可萨兽 则掉进了次元缝隙一直飘着 接着便有了策略兽被打飞到人类世界 他当时带着艾可萨兽他们一起来的 只不过他们被卡在了空间路口 但也正因此他们才就下了明里和善次行 剧情讲完后大气鼓励了还在失落的U 他把Dakanes Order还给了U U接过来时则变成了金色的Close Order 随后骑士团唤醒了奥米加兽 大家回到了人类世界准备最后大决战 把古拉军此刻也全部出动 这里的场景跟大气第一集做的梦有点类似 接下来战斗开始 除了那些我们已知的数码合体之外 切语把龙仔兽和电子龙兽合体成电子飞龙兽 而U合出了魔像公公海龟兽 应其高斯兽以及骑士兽制剑模式 大家很快就占据了主导优势 接着大气开始执行原定计划 奥米加兽他们会保护大气进入巴古拉兽体内 明里在最后一刻选择跟大气一起走 他们直接来到了黑暗时的内部 奥米加兽他们的能量也耗尽了 大气是来这里寻找高好兽的 男儿首先出现的却是巴古拉兽 他很佩服大气的勇气 不过他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只见巴古拉兽在外面发动了无差别攻击 他连自己人都没有放过 那些蓝色火焰会将一切数据销毁 随后大气被巴古拉兽抓住 巴古拉兽不明白 经他重生的世界可以更加完美 为何大家会如此抗拒 大气则表示任何生物都有自由生存的权利 绝对不可能任由巴古拉兽摆布 眼看话不投机巴古拉兽准备消灭大气 而大气最后呼唤了一声高好兽 伴随着一声哉 一个火球打断了巴古拉兽 高好兽终于出现了 与此同时多天地狱兽也来了 这都是因为扣德康朗选择了大气 也就是说数码世界认同大气的想法 也正因此曾经失去的同伴又回来了 切语终于又见到了战舰龙兽 然后大家一起合力消灭了蓝色火焰 而扣德康朗保护大气他们从巴古拉兽体内撤离 美娃尔兽立马就扑倒了多天地狱兽 另一边所有的扣德康朗都进入到大气的扣搜的里面 数码世界给了大气最终答案 同时所有的德康朗也复活了 伴随着一句最终合体 在场的所有数码宝贝进行了数码合体 不止如此他们还突破四元币 交来了数码世界的所有数码宝贝 这一次合体出来的是 高好兽Close 7卓越模式 另一边巴古拉兽也吸收能量变得更加巨大 不过他的攻击对卓越模式无效 只见卓越模式祭出了最终合体之刃 巴古拉兽很快就被刺穿了 就这样战斗终于结束了 人类世界恢复正常 数码宝贝们回到数码世界 这一次的告别没有眼泪 大家都十分开心 高好兽也要回去监设数码世界 然后故事终于结束了 准确的说是第二篇章结束了 据说由于当时电视台还没有定制后播什么 所以才有了第六部第三篇章的出现 第三篇章算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篇章 其中一个点是因为换了主角明时机 故事发生在打败巴古拉兽后的一年 当时大气组为一个街头篮球对叫Cose Hutto 成员除了他之外还有优合明时机 这两个都是大气的小迷地 明时机头上还戴着护目镜 他的性格非常莽撞 换一个说法就是满腔乐血勇往直前 明时机的目标是想要超越大气 因为一次意外他遇到了自己的数码宝贝蛟龙兽 同时有个钟表店的老爷爷给了他一个Cose Loader 因此明时机就开启了数码猎人之旅 他的Cose Loader是深红色的 其实他跟大气的关系有点类似大斧和太一 不过大斧相对而言会好一些 而明时机的数码宝贝蛟龙兽 他的目标是要超过数码兽之王高好兽 他和明时机的性格就是半斤八两 简单理解就是有一对新搭档 要超过原本的主角 其实这种安排并不讨喜 毕竟大气在前54集的表现堪称完美 而高好兽在剧情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并且在观众心里面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印象 这个时候换主角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 不过好在大气和U还是有上场的 因为数码境界的关系 大气和已经称王的高好兽又见面了 同时原本的Cose Loader成员也过来了 而U的数码宝贝不行兽是在第59集才出现的 第二篇章大结局的时候 不少数码宝贝都重生了 唯独没有看到不行兽 当时CodeCron已经认可了大气 理论上来说那些挂掉的数码宝贝 都会以善良的姿态重生才对 而不行兽没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 他决定要在和U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重生 前提是需要U强大的心来指引 不行兽当时消失前对U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即使一个人也要坚强战斗下去 而在第59集的时候 U独自舍身保护了被攻击的萌萌兽 同时地点切好就在他和不行兽第一次见面的公园里 所以不行兽才成功回来了 这里在设定上还做了一点改变 原本不行兽变成强者兽是形态转变 第三篇章改成了需要超进化采样片 这样改的目的应该是为了配合数码境界的规则 新出现的人物还有劲敌三人组 其实说劲敌也就只有最上龙马一个 而且从前期的剧情看不出来是劲敌 另外两个护章联和周琪爱流的剧情也不多 对了这个爱流好像有点喜欢U 然后第三篇章还要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这个钟表店的老爷爷 他的数码宝贝是时钟兽 他前期的主要作用就是 给别人Coslo的当他们成为猎人 以及给大器他们介绍数码境界的规则 第三篇章的主舞台是数码境界 他独立于数码世界和人类世界之外 其环境和人类世界很像 从人类世界过去的话 要用Coslo的进行时间转移 数码境界有自己的狩猎规则 在这里一人只能召唤出一只数码宝贝 如果有多只的话则是可以替换 超进化变成了一种常态 像蛟龙兽的超进化就是捕猎龙兽 而数码合体改成了一个人 最多只能合体两只 并且第三篇章的数码合体 原则上只是一种辅助形式叫合体升级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装备上的提升 合体后的名字也不会变 当然前两个篇章就有的合体维持不变 不过还是有bug可以卡一下 比如大器而幽就试过 一人两只双重合体出Cos4 那么为什么要在数码境界狩猎 一个表象的原因是因为 最近不断有数码宝贝从数码世界来到数码境界 而他们一来到这里 大部分就会变得狂暴且邪恶 当他们在数码境界捣乱时 人类世界也会受到影响 同时这些数码宝贝还会对 人类心比较强烈的愿望产生共鸣 这也导致部分人类会迷失了自己 因此才需要数码猎人出来狩猎 这些就是前期的基本设定了 之后就开始进入单元剧的剧情 而且这个篇章单元剧还蛮多的 其实单集单元剧的剧情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连在一起的话问题就来了 第三篇章的前期主线就是狩猎 但至于为什么会有数码境界 以及最后的大boss是谁大家都不知道 甚至主角团也没有要探明真相的意思 这样的情况下一直播单元剧 就会让观众一头雾水 但这也不能完全怪编剧 因为当时就是为了能够随时完结 才决定要以单元剧的形式来做的 不过剧情上感觉对名时机不大友好 第三篇章并没有给他一个合力的成长过程 更多出现的是一种大号带小号的感觉 这就让名时机变成了补刀专业户 好在不少单元剧的剧情还不错 音音出现在第64集 那时他已经长大并在香港出道做偶像 大器他们是从数码境界去的香港 这个桥段就类似第二部的设定 然后在68集的时候切语有出现一下 这一集讲的是那个老爷爷 集合了一堆数码猎人要处理火山龙兽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集的末尾 首次出现了历代的英雄们 看情况是钟苗老爷爷叫他们来的 之后71集出现的伪装兽也蛮好玩的 他在一集里面伪装了奥米加兽 高吼兽 天使兽 刺丁兽 熊猫兽 阿斯塔兽 暗黑骑士兽 巴斯迪兽 显示屏兽 以及艾可萨兽 接着我们在第73集还看到了达高兽 就是第二部没有露脸的那一只 单元剧的剧情持续到了75集 然后电视台终于知道接下去要播什么了 于是从第76集开始进入主线剧情 明时机他们在狩猎的过程中发现一只 无法捕获的数码宝贝 因为这个数码宝贝已经被掏空了 随后一个巨大的石头怪物出现 他可以吸食别人的数码数据 明时机和捕猎龙兽不小心被抓住 关键时刻 战斗暴龙兽和太一 神光暴龙兽和大门大来了 他们成功救下了明时机和捕猎龙兽 接着在他们两个的鼓励下 明时机和捕猎龙兽羁绊的力量被激发 因此捕猎龙兽变成了卓越模式 他们很快就把那个石头打败了 结束后太一和大门大暂时离开 同一时间千语在香港救下了茵茵 他们两个现在好像在一起了 美美和刘基也又过来帮忙 隔天有一只哈哈兽正在将人类世界变成数码境界 明时机和龙马准备一起阻止他 但却被他剑挖成虫勇兽给跑了 过程中龙马说他曾意外看到 大器他们打败巴古拉兽 从那时起他就是大器的迷地了 所以钟表爷爷给他科斯多德时他没有拒绝 接着大器召集大家开作战会议 和数码宝贝有关的人暂时没有消失 至于其他人则已经化成了数据 没多久大家找到了数据汇集的地方 在这里那个虫勇兽进化成地狱石者兽 这个感觉有点像第一部的剧场版 同时大家还发现了那些被数据化的人 之后战斗开始 明时机和龙马利用双重合体占据上风 然后地狱石者兽就变成了那个石头怪 而且还一下子出来好多只 所有石头怪的数据汇集在一起之后 出来的是迪亚波罗兽 瞬间双重合体就不香了 此时切语带着音音过来就场 也正因此我们又看到了 许久未见的雄伟合体COS7 大气他们终于又开团了 在合体燃烧静歌手以及七体必胜波的攻击下 对手终于被打退了 不过也只是打退而已 随后钟表店的老爷爷出来解释一切 他先把大家带到当初大气和巴古拉兽决战的地方 这里有结界可以暂时保护大家 老爷爷说最终BOSS叫做境界兽 他本身是人类世界因数码能量增强 而孕育出来的一个扭曲的存在 在受到大气他们和巴古拉兽大决战的影响之后实体化 随后他将自己的身体粒子散布各地 并以此来拓展数码境界 同时数码境界的那些规则也因他而起 接着这个境界兽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 就不断地把数码宝贝拖入数码境界 并吸食他们的数据 而老爷爷焦急数码猎人 就是为了对抗境界兽 不止如此他还从不同次元不同时间召唤了历代的英雄们 因为这一次的任务需要六代领袖齐心协力 而大气也是这六位领袖之一 老爷爷的计划是借助领袖之力 打捞出最后的武器并修复 然后让最强的数码猎人带着武器打败境界兽 此时境界兽已经复制出许多吸血魔兽 老爷爷让CosAuto成员先抵挡一下 他还给了名礼和擅刺安CosO的 而这个期间老爷爷会选出最强猎人 那个最后的武器叫勇士夺取者 他就藏在巴古拉兽大决战的这片海里 实际上他就是巴古拉兽右手的力量 打败境界兽的唯一办法 就是用这把武器刺穿境界兽的原始数据 最佳猎人的角逐 最终落在名时机和龙马身上 在他们两个比试期间 外面的战斗也十分激烈 境界兽不但复制出了贝利亚吸血魔兽 同时还复制出了巨大的究极吸血魔兽 CosAuto也逐渐落于下风 没多久龙马战胜名时机成为最佳猎人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因为万众期待的场景来了 只见大门大兽从天而降 他一拳就干到了三个究极吸血魔兽 太一的雅古兽还吐槽大门大的雅古兽可以飞 接着大幅的金甲龙兽也来助阵 因为来自不同时间 所以大幅这时跟太一是同龄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 鸡尔兽 启人和深渊拓野 随后大家开始战斗 不只是他们 哥马兽和成物杖 刺丁兽和小贤 钢铁加鲁鲁兽兽和大合也来了 石斗士之魂也在此集结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奥米加兽 帝皇龙甲兽 须佐之男兽 红年骑士兽真红年形态 闪光暴龙兽爆裂模式 他们同时出现在同一集里面 没多久复制品都被消灭了 这一首情怀卖得真不错 不过不能让他们去打金戒兽 按照计划龙马借助六位领袖之力 成功将勇士夺取者拿出来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重伤了大器和高尔兽 接着数码金戒显出原形 他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变成数码金戒 他还说人类本就是不安全的生物 随后明时机要为大器报仇 却发现龙马被阿斯塔兽扔出来 多亏他反应其实才没有重伤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阿斯塔兽其实是金戒兽假扮的 他是第一个被金戒兽吸收的数码宝贝 之后金戒兽就假扮阿斯塔兽控制龙马 同时他也在一边吸收数据 现在他体内有这个现实世界所有资料 而数码金戒本身也可以说是金戒兽 接着金戒兽钻入地下 他准备吞食掉整个地球的数据 龙马这边恢复正常病道歉 随后金戒兽开始启动计划 老爷爷则让时钟兽将时间暂停 不过这招撑不了多久 此时大家也过来帮忙 虽然这里应该是感动的时候 但目光总会不自觉地飘到音音那边 随后是一段被吐槽比较多的剧情 那个勇士夺取者还可以召唤 不过此时大气已经不行了 所以他让名时机代替他的位置 并且还把护目镜交给名时机 同时最后的狩猎也由名时机完成 这段六宝一的剧情全数觉得有点勉强 之后名时机成功拿到了 包含六位领袖之力的最后武器 只见他直接冲向了金戒兽 与此同时大家也都化为了数据 也就是说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靠着勇士夺取者 名时机在金戒兽体内大闹一番 不过金戒兽还留了一个杀手锏 原来那些被他数据化的人 其实都活在他的体内 一时间名时机有余了 他和捕猎龙兽被打败 那把勇士夺取者也碎了 整个地球则被金戒兽吞食 接着在下坠的过程中 名时机感受到了 金戒兽的原始数据就在下方 于是他们重来斗志 名时机把捕猎龙兽卓越模式 与勇士夺取者进行了合体升级 作为数码猎人 他直奔猎欧的落点而去 期间还受到化成数据同伴的支持 最终金戒兽被打败了 他变成了一颗数码弹杯关起来 终于一切都结束了 所有世界正在恢复原样 大家也都会回到原案的世界当中 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 蛟龙兽又跑来人类世界找名时机 而钟表店的老爷爷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就是转世的巴古拉兽 他对大器说出了一句很帅气的话 你们曾经从我手中保护的世界 如今我也想保护看看 而他留在人类世界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他帝骷髅骑士兽 另外就算数码境界消失 也还是有数码宝贝留在人类世界 所以狩猎并没有结束 然后第六部就这样完结了 我是全书友谊说一 虽然名时机作为主角 在剧情上的刻画比较仓促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确实是一个合格的数码猎人 好了第六部到此结束 我们下个系列见